男孩怀胎数十年出生竟获得荒谷圣体 不仅天将一响 万圣朝拜 就连老祖宗都忍不住从棺材里爬出来想要见一面 可家里人却是悲痛蜜诀 即使废去千年修为 也要联手将男孩封印 原来就在刚刚 荒谷仙玉军家突然发生剧烈震动 天将一响为一响 紧急着没过一会 婴儿的哭声响彻大怨 君老头子君战天顿时喜出望外 而我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心想难道自己穿越了 君老头抱着怀里的婴儿爱不释手 可当众人看到我身上盘旋的龙隐不由的叹气 居然是荒谷圣体 可惜了 自然中存在因缘际毁 胎儿受感天帝催生出各种体质 耗约三千体质 而荒谷圣体虽然排前五 大臣可与大帝争锋 但近古时期 天帝法则巨变 天将十道枷锁 束缚圣体成长 众人纷纷叹气劝君战天 此子虽难以修炼 但以我君家在先遇的地位 让他过上皇帝般的好日子倒不难 听到此话我彻底无语 我不仅穿越了还是废物流开局 就当我以为没救了 突然眼前响起戏的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千道戏的 是否进行千道 而这却在我意料之中 哪一个穿越者没有戏的 千道成功 获得大臣荒谷圣体一局 紧接着身体游过一阵冷 在场的众大佬大惊 突然全都不能动 而这时我全身泛起强光 金色的火焰仿佛要燃烧一切 只听一声清脆的断裂声 紧接着剩余的枷锁也全都断裂 而强光仍在继续扩散 没过一会整个军家全都被强光包裹 突然天降圣体一想 万圣朝拜 君战天大喜 我孙儿有大帝之姿 而我却是皱起了眉头 这话可不心说呀 而旁边两位大爷也纷纷短视住 天生打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简直闻所未为 那太古祖龙朝出的一位龙傲天 就沾沾自喜 这下可打脸了 而我却是满脸黑线 能不能别吹了 这我以后可怎么低调 突然君战天说给孙儿起名为长生如何 两个老头毫不客气地骂道 烂大街 太俗了 此时生母将柔开口 不如就叫她逍遥吧 成仙容易逍遥难 我只希望我的孩日后逍遥一生 此时君战天听到这句话想起儿子 那就叫逍遥吧 毕竟是他说过的话呀 旁人也是纷纷劝道 战天莫要忧心 君无悔可是白衣战神 也许他并没有陨落 只是困在了什么地方 此时君家祖母 老祖的棺材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众人大惊失色 老祖宗的棺材板要压不住 而众祖老这事正商议着 逍遥大乘圣体一旦传出后果非同小可 准备一起动手隐移圣体波动 两位祖老也纷纷同意 毕竟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 听到此话我可不碰 老爷子很懂啊 猥琐发育不要浪 紧接着三位祖老一起发力 黑面雷弓 黑沙天兵 四指驱断 阳神不刚 哦 紧接着四周家伙环绕在我周围 感受着此境我直呼过瘾 这就是飘起来的感觉吗 突然一位老头大喝一声 你们这帮蠢后生到底在做什么 紧接着一道屏障打断众祖老师 光束将房子毫不留情地整色 众人大惊失色 竟然是十八世子 看到眼前人众人纷纷醒 君家晚辈 恭迎十八世子 而世祖毫不留情地呵斥众人 我君家何时做事需要如此遮掩 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吗 而我却郁闷了 怎么又来个老头 长得都差不多 我都记不住了 君战天说老祖切莫动物 我等怕日后有人对我孙儿不利 而老祖却是一脸阴恶 我看谁打 把话给我放出去 谁要对这孩子不利 老朽不介意掀起一场不朽战 杀他的天翻地覆 众人满脸惊叹 不朽之战掀起了世界大战 战则天翻地覆 吞声叠血 老祖尽肯喂了这个孩子 君战天问老祖 您的意思是出死官来呼这孩子周全 而老祖却是眼中寒光乍显 有何不可 死官是一种极端的修行方式 以官果和身 彻底隔绝外界 成则破官而出 败则封关埋葬 先天大成荒谷圣体 这是天赐我君家神子 是大契运 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向这孩子倾斜 另外 授予这孩子零号序列 听到此话众人惊骇不如 而我却是一脸猛 谁来解释下啥是零号序列 君家一族人兵兴旺 族人可达万人之重 其中有十个特殊的存在 能够得到由老祖授予的序列 拥有序列意味着 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有一个人可以凌驾 这十个特殊存在之上 号称下一位家主 那便是零号序列 而上一代零号序列 正是君逍遥的父亲 白衣神王君吾 虽然这是好事 可众人却很担忧 零号序列需经过重重考验 这孩子刚出生就获得了 如何服众 而老祖却一脸冷笑丝毫不慌 是个孩子 让我躺平不好吗 老祖却是一脸开心的将我举高高 我一脸无语 能不能别举了 我快冻死了 突然眼前又跳出系统面本 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岳谷被签到 三年后 这天我正在听爷爷讲课 修行最初是肉身静 共有五大静静 只需天才地宝酝养便可大成 其后是神脏静 分别对应着人的心 肝 脾 肺 肾 肤 五种脏气 等神脏五静大成后 便可聚灵海 至于你 或许一两年就够啊 而我却说好像随时可以突破 爷爷说来 开始你的表演 紧接着我盘膝而坐 周围浓郁的灵气向我涌来 旁边老头不仅扎舌 不愧是我孙儿 这悟性和天赋 简直了 此时看着我突然感觉不对 竟直接连破两镜 没有半点凝脂 而我气息还在节节攀升 居然连破五镜 紧接着我深呼一口气 开心地向爷爷报告自己好像成功突破了 而爷爷却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很安详 满脸笑容 开玩笑的 我扶起爷爷担忧的问你没事吧 而后者却只是表示自己心脏不好 紧接着说为了庆祝我夫妇 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理由 而我却一脸沉默 这地我都不太熟 哪知道要什么呀 突然想起什么问爷爷爷是否知道太阅古辈 巧了不是 没人比你爷爷我更了解太阅古辈 那本是矗立在荒天仙玉的一座古辈 只要对他发出攻击 就能检测出肉身强度 后来被我军家挖来放在动物场上 攻后被弟子检测肉身 我满眼星星问爷爷能带我去吗 我已突破神脏 想检测肉身强度 爷爷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斗舞场内 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正在抚摸着石碑 紧接着掌内虚拥 气息节节攀升汇于一顶 一发阵天金掌打在石碑上 紧接着石碑上缓缓出现一行字 十五万斤 众人纷纷赞叹 这位分家的女孩才几岁就能打出十五万斤 此时另一位傲娇的女生想起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君玲珑你号称七条玲珑星 将来注定成胜 怎么比上次只怎么增长了三万斤气力 来源正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蓝青雅 此时正在言语调侃侃君玲珑 而后者却是直接无视他 可蓝青雅却继续言语嘲讽 听说你拒绝了杖剑公子的邀请 而君玲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既然选择主军自然要慎重 君杖剑实力不错但气量小了点 否则怎么放任你来找我麻烦 蓝青雅一听对自己心上人被出言不逊 说着就要教训他 可奈何修为实在太逆 就凭你 还是算了吧 此时一位小孩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两位都是一惊 心想这孩子什么时候出现 已达到太阅古碑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六星奖励神像阵预计 我正在猜测这个功法最高能有几心 突然一阵吼声给我下一机灵 蓝青雅吼道这哪来的小鬼啊 但我不熟 看着他 天地公君逍遥 有意见吗 君灵龙一听天地公的身份 也意识到此人是谁 就是那个惊动十八世祖出关的神子 而蓝青雅还在疑惑中 突然被一只大手按下 君灵龙率先反应过来 摁着蓝青雅的头败见神子 而后者却是一脸委屈埋怨怨她是不义 但还是恭敬心离请神子人 众人看着此举纷纷大眼瞪小眼 紧接着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跪拜神子 而我看着他们一阵无影 搞面啊 这时候不应该跳出个人来治疑 然后我再当众打脸树立威星 既然装逼失败 那就打个骨杯测个肉身实力吧 来都来了 裤装一下怎么当出去 紧接着深呼一口气 周身火焰弥漫 心中默念神像郑玉镜口 随着气息不断提升 周围的人一瞬间看待 而我摒弃凝神 神像郑玉镜一发入魂 十杯被打得翁翁作响 上面缓缓浮现出一万斤几个字 众人纷纷赞叹 我满意地看着功法 心想不掉用体内灵气 都有这种威力 好东西啊 而此时周围却响起议论的声音 我记得他才三岁啊 从出生起拿着最好的资源 厉害是挺厉害 但不能对一个三岁孩子要求太高 可他这总之 配不上神子身份啊 我听着众人议论纷纷 越发高兴 行行行 没想到装逼失败了 都不服事吗 对对对 就得这样 这样才有意思 蝶的孩子三岁还没断奶 而他三岁一拳就能打碎上古十杯 不仅如此 就连圣语都甘愿向他臣服 可别人却说他不配当神子 原来就在刚刚 我向石碑打出一万斤伤害 周围人却说我不配当神子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释放得压力压得众人闯不过气 蓝青雅心想就连仗剑公子身上 都没有这种恐怖的压迫 紧接着我攥起拳头 将力量集中于一点打向石碑 瞬间金光乍现 而这一切全被刚到的君老头看在眼里 哇 可以吗小伙子 拳头被打在石碑上 紧接着转到石碑碎裂的声音 上古石碑音声崩塌 没过一会就变成一堆碎石 周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而我却阴沉着脸 完蛋玩意儿 搞砸了 这石碑应该是个宝贝吧 这怎么整 然而这时有一丝金光从碎石中飘出 映入眼帘的是一句话 再创万古极境 刺天道奖励 紧接着金光突然进入我的身体 正在我疑惑当中 爷爷过来解释 所谓万古极境 是指在过往的无数个纪元中 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年龄段 比你的肉身更强 你刚刚突破神脏镜 就立即触碰到林海静的门槛 真不知道你小子的上限在哪 然后蹲下接着问 话说你刚刚那招是什么 在哪偷学的 而我却是一脸委屈地看着爷爷 太月骨背碎了屋屋 而爷爷却是毫不在意 碎就碎吧 没啥好稀奇的 但我却一脸绝强 怎么能这么说呢 好歹也是咱军家的宝物 逢中补补说不定还能用你 爷爷听得哈哈大笑 你小子还有这种小心思 紧接着将我一把拽起 放在肩膀上 放心 咱军家宝物多着呢 不差这一个 回去爷爷给你讲讲林海静的房子 此时突然有人拦住了去 正是圣女君玲珑 而爷爷一脸不悦 眼神像在看死人一般 君玲珑顶着山岳般的丫头 呼吸一声跪下 弟子君玲珑 怨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我成为神子侍从 周围人一脸不敢相信 蓝清雅气愤的看着他 明明仗剑公子都屈尊亲自招揽他了 他这是把仗剑公子的脸面扔在地上踩吗 我疑惑的看着他 心中犯难 紧接着从爷爷肩膀上跳下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想成为我的侍从 刚才你跪下的时候 我听到周围的惊叹声 说你是天之娇女天生七窍玲珑心 七窍玲珑若不陨落 必定成圣 既然注定一番作为 又何必追随我 而君玲珑却是阴沉着脸 您是真不知 还是想讨厌我的诚意 听到此话我万分不解 什么玩意儿 这时爷爷解释 说他是分家的人 分家子弟不论资源还是人脉都少 如果他想往上爬 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爷爷还在夸这丫头眼光不过 而我却是满脸黑线 居然是因为宗族阶层 得亏我头太头的好 紧接着我对他说 知道你想追随我的理由 我可以答应 但是你得给我端茶到谁洗衣点 无聊的时候还要陪我玩 后者听到这句话满脸死 而我话音一准 如果能做到 就给你一切你想要的资源 君灵龙瞬间喜出望外 灵龙愿追随神子左翼 肝脑徒弟万死不死 紧接着我跳上他的肩膀 出发 天地攻 而后者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满脸问号 爷爷却急了 等等逍遥 举高高难道不是爷爷的特权吗 而我却满脸醒起 别开玩笑了 比起满身肌肉的老爷爷 肯定是小姐姐更棒吧 爷爷当场实话 这世界还能不能充满爱 紧接着不顾实话的爷爷 往天地攻走去 何时已经在路上狂奔 必须快点通知仗剑公子 没过一会就到了山林身处 看着上千米的山峰 蓝青雅不由得冷汗直冒 是看着向前走去 忽然一把剑插在他身前 此时树干上站着两位侍从 不让他打扰仗剑公子闭关 蓝青雅大吼道 那个教军逍遥的小鬼 打破了万古寂静 就连君灵龙都选择追随他 必须赶紧通知仗剑公子 而侍从却是一脸无所谓 我看你是八成闲的 没事挑衅君灵龙被打脸 又来找公子哭诉呢吧 而蓝青雅一听撸着袖子 就想上前理问 突然山林剧烈震动起来 侍从纹身大惊 紧接着千米高的山峰 从中间裂开 一位身穿风衣的男子瞬间窜出 蓝青雅看着眼前人大喜 是仗剑公子 仗剑公子出关了 说着就扑到男子怀 仗剑一看这不是青雅吗 你是来专门接我出关的吗 蓝青雅赶紧卖菜 那两个家伙刚刚拦着我不准见你 太可恶了 而仗剑一听确实渴 让他们去一旁长嘴二十 紧接着宠妮的问他 所以还有谁让你不高兴 瞧你这一脸委屈的 蓝青雅哭哭啼啼的说 还不是那个君灵龙 他追随了一个叫君逍遥的小鬼 简直就是把您的脸面 话还没说完 仗剑阴沉着脸 只听听的一声 蓝青雅被打在身后的石壁上 浑身动弹不懂 该不会在君逍遥面前 打着我的名号大呼小叫 真是被惯坏了 蓝青雅一脸不可置信 仿佛被自己最爱的人统一刀 而仗剑却是不再理会他 心中盘算起来 君逍遥 无悔祖书与江家神女之子 还颇受十八世祖重视 见鬼 惹到他的话 可能会丢掉第十序列的位置 得去赔罪才行 此时另一点 爷爷正在目光阴沉着看着 而我却是目光多少哼着小曲 可以啊 咱家逍遥小小年纪还得回家 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了 而我萌萌嘎的瞬间 扑在爷爷怀里发脚 怎么会呢 人家永远是爷爷的亲亲小宝贝 爷爷一把嫌弃的推开 别在这里 紧接着严肃的问我 今天在太阅谷堆使用的招式是什么 而我也是诚实的说 那是一点奇妙的机缘 叫做神像镇玉镜 爷爷表示闻所未闻 总之就是很厉害的招式 大臣还能化身太古神像 召唤地狱之门 驱使地狱妖魔为我而战 爷爷担忧的问这么厉害 不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吧 我表示没有 爷爷这才放心 并且说等我十岁的时候 会为我举办生辰宴 到时候荒天仙玉诸多事例 世家 大族都会复宴 那一天我们将向整个仙玉 公开你零号序列的声音 属于你的时代将会来临 听到此话我不自觉听你投手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触发心的千道弟弟 仅在十岁生日宴上千道 我看着面板面录一样 那不是还要等心你 这时间跨度也太大 正在我思考千道的规律是谁 君灵龙突然出现下我一代 神子 天地公军杖剑请求拜见 而我捂着小心脏 你怎么神出鬼没 我心脏病都犯了 而前者却是一脸没所放的 是您说我可以把这里 当自己再放轻松的 我无语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见外 算了 你刚才说谁要叫我来着 君杖剑是谁 君灵龙回应说是 蓝青雅追随的公子 屡敏红族 算是您的祖兄 我普笑问蓝青雅又是哪 君灵龙解释说 就是声音超级吵那个小女孩 而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超级吵 所以那个族兄突然找我干嘛 君灵龙也不知不敢妄加揣测 行吧 那带我去会会这位族兄 可当我看到眼前的场景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女孩对他爱慕已久 可如今却被钉在金条上惨不忍睹 宛如待宰的羔羊 只因女孩不乖顶撞了高层 可就算这样男人也不准备放过他 常见常驱直入直取女孩想命 原来就在刚刚 我看着眼前的场景面露阴沉 白皙的手臂被残忍地绑在金头上 而来人口土黄言道 听说我麾下的追随者目中无人 冲撞了逍遥足地 所以今日我特意带他来附近请罪 还望足地大人大量 饶了这丫头 被绑在金头上的人 正是爱慕杖剑的蓝青雅 此时正狼狈地跪在地上满身是血 而我阴冷地看着他 什么附近请罪 这混账分明是给我立下马威来的 此时坐在桌上我正和杖剑寒暄着 而杖剑却是阴冷地看着我 心想居然把君灵龙当端查到水的丫鬟 这臭小鬼 沉默了一回 我抬头说足兄打算让他一直跪在这里吗 而杖剑却毫不在意 足地说笑了 既然是附近请罪 如果足地饶了他 自然就不用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而我冷笑地看着他 足兄可能误会了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计格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名字 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君灵龙闻言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意识到自己失灵 连忙赔罪 请别在意我 你们继续 杖剑此时气得咬牙切齿 看来足地是对我的赔罪不满意 那就没必要留着这丑断 紧接着一把剑瞬间窜到蓝青眼面前 呼的一声 沿路的障碍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幸好君灵龙眼击手快救了他赢 低头看向狼狈不堪的蓝青眼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杖剑公子 后者无言以对 而杖剑却是怨恨君灵龙多管闲事 族兄好大的火气 不过 在天地宫直接冻死 族兄是在挑衅我吗 杖剑感受着恐怖的压迫 连忙解释 误会误会 足地贵为君家神子 我又怎敢冒犯 而我直接掀了桌 又给他丝毫脸面 杖剑也是完全没想到我这么直接 专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教训手下 还想在我面前杀人 吓唬谁呢 我要真只是三岁小孩 说不定会被你镇住 只可惜 你惹错人了 紧接着我一脚 毫无征兆地向杖剑踢过去 后者则是连忙抬手抵挡 杖剑被打得连连后腿 心想这特么是三岁小孩的力道 族兄 我没骗你吧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紧接着我出言挑衅道 今月天气正好 不如咱俩切磋切磋 也好加深兄弟情感 如何呀族兄 您不会不敢应战吧 杖剑果然被击密 欺人太甚 但还是冷静下 既然族弟想要切磋 为兄自当奉陪 紧接着拿出一块令牌 可不论怎样 我都比你年长 所以我指出三分力 你若胜得了我 我便将这原天至尊令送你 当然 若你胜不了 最好为你的势力道个歉 而我看着令牌面露一窝 此时君灵龙传音道 小神子 这是好东西 奏他一顿直接把令牌捞过来 那个令牌可能与传说中的至尊力道 所谓至尊 就是指那些站在荒谷仙域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 你说这种大能留下的秘藏里会有多少好东西 我文言忍不住笑出声来 仿佛志在闭嘴 族兄大气 逍遥在此谢过了 杖剑看着我的表情惊出一身冷暗 胶手没过一会 此时杖剑已经累得呼吃带船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乃堂堂军家地势序列 人人公认的天才 所以 为什么 会被一个三岁小孩压制 而且他扭来扭曲的好恶心 而我继续见兮兮的出言挑戏 族兄 加油啊 杖剑看着我的表情心想好恶心 好想揍死他 此时周围的众人迎着热闹凑了过来 看着盐武场的两人疑惑的 李师 神子才三岁吧 这不是欺助小孩吗 这可说不准哦 直到刚才为止 杖剑公子一直被压制着呢 此时杖剑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 又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既然是十八世祖亲定的神子 自然有过人之处 是我太过拖大 应该认真一点 杖剑此时也不装了 完全不顾周围人的看法 紫黄剑爵叙事待发 紧接着瞬间向我批来 紫黄剑爵就算在军家主脉 也属于上层攻击 久到剑气交织成网 封死对手所有逃脱路线 那家伙是打算下死手啊 君灵龙毫不在意的看着 完全不担心 而我灰心一笑 手掌微抬 紧接着迅速将杖剑手中的剑向上一抬 而后者则是看着空中脱离的剑金派部 满脸的不可思议 而我却是一脸淡定 怎么说呢 总感觉足声明 比我想象中的还弱呀 趁杖剑愣神之际 我抬脚向他脑门踢去 只听风的一声 一颗牙齿突然飞在半空中 杖剑白眼上翻 哎 那是 我的牙 我的牙为什么在天上飞 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地昏迷过去 到最后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是顺理成章的拿到令牌 天元至尊令 我就收下了 这是系统发来提示 请在元天至尊密葬签到 这还真是个宝贝呀 另一边 君灵龙正在给蓝青雅包扎着 一边劝道 看见没 那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 修为算不上翘楚 人品也不咋样 你本来就不怎么聪明 别再傻乎乎地被那种人忽悠 蓝青雅一听气愤地甩开手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君杖剑 君灵龙 君逍遥 我要让你们这群姓君的全都付出代价 紧接着哭着跑开 而君灵龙却是一脸郁闷 关我什么事 我在一旁扎舌 你可真会说话呀 难怪人家讨厌你 而前者却是一脸真诚地说自己只是实话实说的 我一脸恨铁不成钢 以后你哪天在外面被打了 别来找我 我不想管 君灵龙却是越听越迷糊 剩下就在此般吵吵闹闹走过去 秋夜凋零 东被唤醒 春花绽放 不知不觉 时间又转过一轮四季 七年后 一位小女孩开心地吵闹着 天地宫内热闹非凡 不亦乐乎 小女孩欣喜地看着热闹的君家神岛赞叹道 不愧是神岛 如果能遇到可爱的小家伙就好了 君逍遥十岁生辰燕已至 而属于他的时代即将来临 此时两位侍从寒暄着正在上山送礼服 恭迎神子出关 还请神子沐浴更衣 换上十岁燕礼服 可回应他的只要沉默和一行字 闭关太无聊了 我出去玩了 此时我正在流着泪吃着水果 只因我吃了整整三年必补丹 此时正在努力干饭 暗暗发誓 如果这辈子在闭关 我就不幸君 身后闻声找来的君灵龙 也在一旁附和道 真要计较的话 比起干饭 闭关的时候十天半个月 不能洗澡更让我讨厌 红道中人啊 话说你怎么在这 而后者回应说是奉家主之命 前来捉拿某位撬官的神子回宫的 而我听完脸色一沉 紧接着瞬间疯狂逃窜 君灵龙也不遑多让 立即就要抓我回去穿礼服 而我最讨厌刑事主义 绝对不会束手就擒 就在此时 我听到有人呼喊救命 立即停下脚步 我看着街道上吵闹的人群 一位小女孩正抓着小会计怒骂道 好什么呀丑八怪 明明是你先伤到小灰灰的爪 就算小会计道歉也无济于事 周围的人纷纷在劝 此时老板陪着笑脸问如何赔偿你 才能高抬贵手放过小会计 而小女孩却是更加气愤 表示自己不稀罕老板的赔偿 自己也不是讹人的三较九流之徒 说什么也要打断小会计的腿 才算了事 而我看着热闹心想哪来的刁难小鬼 赶在我军家的地盘上欺负人 打够肥的呀 紧接着拿出一枚吃剩的果河当暗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扔向小女孩 准备给她点教训 小女孩一惊 也是迅速抓住果河吼道 是谁 竟敢偷袭本小姐 然而感受着暗器传来的一样 手感不经看拒 结果被吓得手舞足蹈 什么暗器啊 湿漉漉的好恶心 而我看着滑稽的画面朝她哈哈大笑 活该 谁叫你欺负普通人 小女孩文言看过去 紧接着怒吼道 哪里冒出来的丑八怪 本小姐的事你也敢管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而我毫不客气的怒怼 说别人丑八怪的人自己才是丑八怪 小女孩气得脸都黑了 紧接着瞬间窜出来到身前 准备一拳将我干碎 而我却是不慌不忙 低头轻轻规避 嘴里还言语嘲讽 嘿嘿 打不着 紧接着向后退去 心想这不是伤人的力道 她应该只是想出气 小女孩气得双眼翻白 现在只想和我大战三百回合 而我继续言语嘲讽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小丑八怪 结果气得小女孩从身后掏出菜刀 叫喊着就要杀了我 君灵龙此时在一边看着好戏一阵沉默 突然看到小女孩衣服上的纹饰 原来是青州江家 而且这个年龄的大小姐该不会是 此时正在心中衡量到底要不要阻止她俩 最后天平还是向看戏的一边清醒 心想感觉会很有意思 看戏吧 此时另一边 我看着身后累得气喘吁吁的小女孩 心想不简单啊 居然能跟上我 这时小女孩虽然已经累得脸色发青 但嘴上还是依依不饶 今天不做你一顿 我江洛璃事不大休 而我却是在一旁心想真麻烦 正在思考着如何收场的时候 突然身后的烟花水响起 这才响起今天的十岁烟药开始 紧接着向江洛璃示意自己赶时间 不能陪你玩玩 而后者则是还没反应过来 我提着刀追杀你 你却在跟我玩 而我则是场内虚无 眨眼的瞬间就将光束打在江洛璃身上 而他本人还不清楚发生什么 另一边天地宫内 门口的侍从政教喊着 各个世家为生辰宴奉上的各种名单妙样 此时来的江家奉上上古生平一间 不死要三株 以及顶级丹药千万两 吃瓜群众也是惊叹真丰厚的贺礼 毕竟江家和军家世代联姻 此时迎面走来的两位 这白衣美人是江家身怀先天倒胎的神女江圣姻 而小姑娘则是江家的掌上明珠 拥有圆灵到底的江洛璃 众人看着不太高兴的小姑娘吃瓜道 据说她和神子有娃娃亲 肯定在闹别扭 现在的年轻人讲究恋爱自由 此时江圣姻低头趁怒道 碰钉子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到处乱跑 而江洛璃则是不提还好一提 这时就来起 嚷嚷着要是再碰到那丑八怪妃要削她一顿 而前者想起当时的画面 则是质疑地问 你确定削得过人家吗 若不是那位少侠没有歹念 你怕是参加不了神子的十岁宴了 而江洛璃却是埋怨自己姐姐胳膊肘往外拐 此时一名温柔的声音响起 洛璃姑娘好久不见 近日可好 而江洛璃看着她苦思冥想 抱歉 你哪位 男孩着急解释说洛璃姑娘忘了吗 在落运秘境无闻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哦我想起来的你就是那个 谁来着 男孩一听有戏 立马抱拳道 在下荒谷叶家 叶星云 但江洛璃丝毫没有听她废话的意思 啊对对对 你好你好 再见 江胜一低头说洛璃你太没礼貌了 而后者则是一脸委屈 没办法呀姐 你也知道我脸毛 自己根本记不住那种大众脸 旁边的福伯轻声问少爷你没事吧 而叶星云一脸阴沉 突然抱着肩膀欲罢不能 我觉得被洛璃姑娘冷落的感觉也好棒了 而福伯则是叹气 您高兴就好 室内众人此时正嘈杂的寒暄着 此时君战天走向主位开口道 人都已经到的差不多了呀 诸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宴 老夫在此拜谢了 君战天看着来的不少有获利的年轻人微微满 第十序列军杖剑 第七序列军雪黄 第五序列军万劫 荒谷叶家叶星云 还有青州江家江胜一和江洛里 众人询问君家神子为何迟迟不肯现身呢 好问题 我愣得也不知那臭小子跑哪去 正想着怎么借口搪塞众人 突然天花板发出坍塌声 噼里啪啪的声响 给老头子下一机灵 哈哈 别着急嘛老爷子 主角不都是最后才出场的吗 君战天忐忑地转过头去 别告诉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而在后面躺的人正是风流倜傥的身子 再下君逍遥 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我的十岁宴 两人上一秒还嚷嚷着要剁了对方 下一秒却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可此时却有人站出来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原来就在刚刚 我在众人眼前从天而降 君老头顿时气的不行 搞毛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迟到 你脑子嗅逗了是吗 看来这次君老头是真生气 心想回头得哄哄才行 此时江洛里注意到我这边 仔细审视了我一番之后 结果一阵惊恶 居然是之前那家伙 紧接着大吼道 喂喂 就是你 我闻声看到眼前人也是汗流不止 这小鬼怎么也在这里 得赶紧想办法糊弄过去 接下来的场景让江洛里愣在了原地 我拿出十年影帝级别的演技 摆出自以为最亮的po 哦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而江洛里看着我满脸黑线 额头的汗水不自觉流下来 而我继续保持着姿势 可内心却也是紧张的一批 此时江洛里跳上台阶打破了尴尬 心想仔细观察的话 那家伙可是个丑八怪 怎会有如此可爱的脸蛋 紧接着也亮出同款表情 肯定是我认错人了 而我看着他一阵汗眼 这家伙莫非也是个高手 并不是 一边的江圣衣无奈的吐槽 洛里这丫头只是老毛病又犯了 只要看到觉得可爱的东西 就会变成这副德行 身后的君老爷 看着俩小孩没来眼去 霍霍 有情况啊 紧接着一巴掌魂 差点没给我打出来 小子 可以啊 虽然你们已经提前认识了 但我还是得正式介绍一下 逍遥 这位是江家的掌上明珠 洛里姑娘 也是你的 恶婚妻 虽然个子娇小 但她比你年长一点的 听到此话 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而江洛里听完 则是脸红得像苹果 要说最不淡定的 还得是夜心目 整个人如遭雷击 喂喂喂 这不对吧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种展开 我都是神子了 还逃不过包办婚姻 紧接着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对 只要让这个小姑娘讨厌的话 把下午戏弄她的人 就是我这件事 告诉她 此时江洛里正在翻找着什么 突然拿出一颗丹药 放在我手心说要给我 我疑惑地问这是什么 而前者却是满脸宠蜜 这是不老全知水炼制的灵丹 快吃吧 答应我 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 不然就不可爱了 我震惊 不行啊 这孩子也病得不轻 可我还没有放弃 冷静点 君逍遥 不要放弃思考 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婚姻推掉 不然注意到人群中吃瓜的君玲龙 没错 就是你了 紧接着我抬手示意 你赶紧跳出来 说我们已经私定终身 价格随便开 君玲龙震撼俩子此时已经写在脸上 那个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 紧接着用手势回应 但是 我拒绝 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 而我仍然不依不饶 你是我的侍从 你应听从我的安排 后者则是直接选择辞职 我看着油盐不尽的君玲龙器的清金暴起 你特娘的 只是想看戏吧 笑容收敛一点了 此时众人纷纷表示祝贺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呀 而我脸上职业假笑依旧 心里却是急得吐槽 妈爷 这些人考虑过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吗 谁都可以 来打断一下这个节奏吧 突然此时一位少年怒拍桌子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来人正是叶大公子叶星云 听到此话我瞬间喜极而泣 抢亲了抢亲了 我堂堂神子居然会被当众抢亲 结果婚的都知道 被抢亲那可是大忌拉出去枪毙都不为过 可我却对此乐此不疲 原来就在刚刚 想退婚的我正束手无策的时候 突然一位少年怒拍桌子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旁边的福伯连忙怒斥 少爷 不可胡闹 此时君老头也骂骂咧咧 可笑 我君家的轻视几十轮到你叶家插手 尊姓业 荒谷叶家 叶星云 而我问叶公子可知 自古以来 抢亲这种事 都得拿出实力才行 我摆出作战的姿势等他出招 叶星云反问 怎么 君家神子想和叶某过两招 而我微微一笑不容置疑 声音响彻全府 有何不可 此时吃瓜群众也全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议论纷纷 这时君杖剑走到君雪皇面前询问 听闻你此次特意提前出关 就是为了参加逍遥足地的十岁宴 而后者则是回应 毕竟是三岁就能将你击败的足地 终归是有点好奇的 君杖剑被接到伤疤神色顿时阴冷起来 紧接着又看向君万节 比起君雪皇更稀奇的还是这位 以他的性格 竟会来参加这种宴会 此时宴会场外的庭院 双方正剑拔弩张 一边的福伯眼看阻止不了于是出口提醒 两位公子 请勿必点到为止 叶星云应了一声 紧接着双指并合 周身灵气汹涌思思作响 只是瞬间就来到我身前 乱心指 周围吃瓜群众看着如此神通 讨论着我该如何应对 而我见此待至片刻 不慌不忙抬手阻挡 轻松就将招式化解 可没想到叶星云居然是双撇子 左手以同样力道的招式迎面而来 而我也是勉强躲过 可不管叶星云怎么发力 都没法伤我分好 紧接着两人同时拉开距离 组织第二次进攻 叶星云此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看着我晃荡的身影不可置信 开什么玩笑 竟然全都躲开了 在外人看来 他好像是勉强招架我的攻击 实际上我根本碰不到他 而我此时还在心里 美滋滋的想着 马上就能退婚的事 此时叶星云注意到 旁边江洛璃的目光 看着眼前人一脸惊讶 于是心一横 牙齿此时也咬得滋滋作响 心想绝对不能在 洛璃姑娘面前出丑 紧接着在头顶处 浮现出阵法虚异 周围的灵气更加浓郁 甚至引起阵阵轰鸣声 玩犊子 这好像真的玩拖了 神子明明是百年不遇的荒骨圣体 可打碎上骨石碑 如今十岁生日宴 居然被打得当众吐血 可即便如此 他却依旧很开心 只因这是一场 精心策划的退婚比试 原来就在刚刚 我向夜星云提出比试 夜星云此时使出吞心黑洞长 终于的灵气瞬间将我包裹 这样下去搞不好 我会被小哥的招式撕成碎片 紧接着我左手虚握 金色的灵气将其包裹 蓝色的漩涡中一点金光乍现 神像阵欲尽 金色的光芒瞬间膨胀 与其对峙 地旁的江圣衣惊讶地看着战斗 金色灵气 是荒骨圣体 吃瓜群众也是惊叹连连 真是荒骨圣体 难怪十年前能引发万圣朝拜的意向 不过不是传闻荒骨圣体 已经成了鸡肋废体了吗 有人猜测恐怕是军家耗费海量资源 帮助这孩子打破了几道枷锁吧 可即便如此 荒骨圣体的路也走不长啊 纵人聊天之际 突然轰隆一声 荒骨圣体竟不敌叶家小儿的吞心掌 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急速向下落去 叶星云看着天空中的我一脸每圈 君老头下的脸都绿了 紧接着我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我 君灵龙却是看着我很是无语 院内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我吐血不止的声音 此时福伯阴沉着脸打破 宁静突然怒吼 少爷 你怎么能对一个十岁孩子 吓死众手 福伯连忙将我抱起 查看起我的伤势 一旁的叶星云连忙解释 不是的福伯 我没有 然后回想起刚刚的战斗画面 那个时候 只看见君逍遥突然眨了一下眼睛 正当我猛圈的时候 君逍遥突然收力 紧接着就有了之前的一幕 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打飞 这家伙是故意的 此时我咳着老血颤颤巍巍的抓着福伯 眼神极为真诚 请不要苛责叶公子 毕竟是我提出的笔事 叶公子修为超群绝伦 是我既不如人败了 众所周知 荒谷圣体已是鸡肋废体 逍遥自制奴顿 不敢耽误江小姐的前程 这婚约 还是解除为好 听到此话君战天瞬间是化在原地 小兔崽子 在这儿等着我呀 一旁的江洛莉也是满脸明晨 这家伙只是单纯的在嫌弃我吧 紧接着抱起我的手臂 一字一顿的撒娇道 逍遥哥哥 请放心 就算你是什么荒谷废体 洛莉也会对你 不离不弃的 她的表情明明在笑 为什么我会如此恐惧啊 你明明比我年长干嘛要叫我哥哥 你不要过来啊 室内的君腕杰 看着外面玩闹的两人 气得将手里的杯子捏碎 不闹 不愧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嫡系 对面的军杖剑也是附和的 可不是吗 都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嫡系 我们不知道要努力多久才能得到的东西 人家却生来便拥有了 院外此时突然想起一个鄙视的声音 什么玩意儿 这就是所谓的荒谷圣体 只见楼顶站着几个不速之客 伴随着狂风呼啸 连小小的萤火虫都打不过 也配号称人族圣体 我看着来人不明所以 谁啊这是 君老头认出来人是太古龙族 此时七年不见的蓝青雅正卑微地跪在地上 那位龙族少年一脚将蓝青雅踢飞 你是在耍本大爷吗 本大爷可是听你说有突破家族的荒谷圣体 才特地跑过来这里的 看着眼前嚣张的怪人我皱起眉头 有点不愿 女孩本是荒谷界的大小姐 可如今却甘愿做龙族的女巫 原来就在数月前祖龙朝内 纵妖在喝着喜酒纷纷吹捧龙子 只因龙子成功融合了龙园 换作普通人身体早已被撑爆 龙浩天被吹捧后也是高兴地吹几年 此时不知情的小妖问龙园是啥 小坤解释说龙园是龙族陨落后遗留的血肉精华 蕴藏着各种天赋与符文烙印 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 前者听后跃跃欲试 但小坤却说一滴就能让你暴体而亡 此时突然一味不速之客的声音响起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便在这里沾沾自喜 却不知隔壁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实在可笑 龙子的手下立马怒斥何人在此大放厥词 蓝青雅被大腰扔在地上 区区人族也敢跑到祖龙朝撒野 手下提议把这家伙煮了给兄弟们下酒 龙子却是对刚刚的话提起兴趣 蓝青雅心想祖龙朝和军家果然有仇 龙子难道不知军家神子生来荒谷圣体 后者听完后皱起眉头 纵要一听居然是荒谷废体 顿时笑得潜伏后仰 龙子此时一声大喝 安静 紧接着让蓝青雅接着说 一句鸡肋废体怎么可能得到军家重视 荒谷圣体被称作鸡肋废体 只是因为有偏到枷锁 但如果打破枷锁了呢 时间回到军家大院 以为被耍的龙子一脚将蓝青雅踹飞 本大爷可是听说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特地跑来这里 蓝青雅捂着伤口倒飞出去 这该死的龙崽子 突然一双手将他接住 君灵龙接住受伤的蓝青雅只是看着他沉默不言 等落地之后 我语气不满地看着来人 魏魏这位小哥 在我军家的地盘殴打军家弟子 是不是太过分了 龙子听后一脸嘲讽 君家弟子 你在说什么 那家伙是我的女奴 我自然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 蓝青雅牙齿咬得滋滋作响 但又堆起笑容 没错我是龙子大人的女奴 君灵龙看着眼前人欲言又止 此时突然一个瓷碗被打碎 君杖剑看着自己之前的跟班下的冷汗直流 这件人竟敢引阻龙潮的人来扰乱君家大雁 这是在打君家的脸啊 如果追究起来 恐怕我连这个序列的身份都保不住 此时我听到龙子的话有些搞笑 女奴 好怪啊 好好的大小姐不当跑去当小龙人的女奴 然后一副我全都懂的表情 我知道了 你是传说中的福瑞控吧 俩人听到此话都是满头问号 见他没反应我连忙尴尬地转过头去 小林子 你先带他下去 我家老爷子说君家和龙族关系一直不好 尤其是我爹君无悔首思龙族至尊将其八匹抽筋后 龙族就是我们老君家为死敌 小哥你若想以牙还牙抱那一件之仇 应当直接冲我来 只会欺负女人恶性君家着实下游 看上去不够微风反而更像个废物 也难怪这些年一直被人看不起 旁边的跟班听到我羞辱的话瞬间来到我眼前 放肆 竟敢羞辱龙子大人 而我神情冰冷地看着他们 放肆的是你们吧 下一秒 两名跟班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紧接着如断线的风筝从哪来的回哪去了 这里是荒谷君家 容不得你们这些乡下来的泥丘撒野 安海本是怪物般的存在 却甘愿做了十年傻子 可如今在十岁生日宴被当众打脸 于是他不再装傻而是出路锋芒 而就在刚刚 龙子身旁的两位侍从听到侮辱的话语 瞬间提起拳头上前 君杖剑率先来到身前 蓝青雅是我招来君家的 必须想办法处理好这件事 否则受处罚的只会是我 紧接着长剑长驱直入 瞬间穿过龙子侍从 去日九剑万剑归一 一旁的军雪黄也不甘示弱 周身瞬间被冰雪包裹 冰天雪莲 紧接着无数碎兵向对方汇聚 两个跟班如炮弹般被钉在墙壁不知死 我君家 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 尸瓜群众一片哗然 龙子身后的侍从也是太古龙族之后 居然在序列前如此不堪一击 实力如此强悍都进不了前五 也不知道前五到底是什么妖孽 这就是荒谷世家的底蕴啊 看着自己的两个亲信被打得昏死过去 龙子彻底怒了 你们别太嚣张 军杖剑一惊 紧接着连忙抬手抵挡巨大的冲击波 心中暗惊好大的气力 是龙族大神通截龙手 紧接着龙子咬紧牙关 长剑被瞬间斩断 军杖剑被弹飞出去 军杖剑被弹飞出去 军雪皇立马再次发动冰天雪莲向龙子袭来 祖龙朝龙子 休得猖狂 龙子眼神一瞪 碍事 紧接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面前 剑抵挡不及 我也瞬间来到身前 犀烈的攻击被我轻松拦下 龙子看着我面露诧异 龙爪在我身前一毫米纹丝不动 军雪皇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神 神子 他是完全没想到我会如此之快 而我只是冷冷地盯着面前的龙子 紧接着轻轻用力一把将其手腕捏碎 龙子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可还不等他反应 我一记拳影瞬间将他打飞 后者则被打得连退数十步 龙子微微沉默 紧接着却笑出声来 没错 就是这个 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骨圣体 而我依然面无表情 足兄 足子 二位且先退后 这小哥是来找我的 两位序列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君老头阻止 无妨 让你们退下你们就退下 给他们腾出地方 亲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宴 就让他亲自给四方豪族住住血 见没人打扰 练武场内的两人短暂地停留 紧接着瞬间消失在原地 俩人像不要命地碰撞在一起 连续的碰撞声如炸弹般响起 此时的俩人好似找到知己般肆意的酣畅淋漓 身影此时已无法用肉眼看清 俩人打得难解难分 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动作 难怪我之前碰不到他 福伯也在一旁提醒 少爷不要眨眼 好好看着 真正在时代顶端斗争的 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 而是怪物 现在在你面前 就有两个这样的怪物 开始了开始了 龙子与神子两个怪物的首次碰撞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 双方剑拔弩张 龙子握紧弄拳 周围蓝色灵器滋滋作响 我也不甘示弱 立马双手结印 金色灵器叙事待发 眨眼间已经碰撞在一起 如同核弹一样瞬间爆发 冲击波吹得众人潜伏后仰 突然将洛璃睁眼 发现巨大的冲击波被挡住 眼前出现巨大的屏障 将众人护在身前 君老头双指并肩释放灵器 两个臭小子劲还挺大 带烟雾散去 你好像很高兴 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我刺着牙问道 上一辈的恩怨我管那么多干嘛 好不容易能和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 圣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 紧接着体内龙珠急速汇聚灵气 腰间散发出振振光芒 荒骨圣体 再接我一招 周身灵气瞬间爆开 紧接着真龙虚影 发出振振龙困天树 我看着浮现出的龙影满是兴奋 面对全力以赴的对手 紧接着双手再次快速结印 认真回应才是礼节 我会展示给你看的 你所期待的荒骨圣体 君老头一惊 那个姿势是 而我难难道 驯呼玄 魂形无穷正向天 阴阳 以阳城一统 万物滋形 紧接着一柄巨大的长剑 缓缓浮现 以太玄玉气 凝结为刃 化作神兵 随着一柄神兵现世 千千万万柄剑也随之出现 居然是君家兵法诀 传闻此诀大成后 灵气可凝聚成万千神兵 毁天灭地 而我只是轻喝一声 战 龙子也不甘示弱 来吧 紧接着真龙虚影 以万千神兵首次碰撞 碰撞的瞬间 无数剑柄插进神龙体内 神龙坚持不待多久 龙身率先崩坏 发出惨烈的龙银 龙子眼看着自己 即将破碎的神龙无可奈何 这就是 荒谷圣体吗 而我攻势持续变强 兵法诀 斩龙 强大的能量穿过龙子身体 片刻后硝烟散去 龙子最终抵挡不住身体 带来的压力重重跪下 此时只有满心的向往 终有一日 我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了 片刻的宁静过后 一代天骄败下阵来 我转过身来 单手握拳举起 刺着牙宣布自己的胜利 众人纷纷惊叹 不愧是君家神子 果然天度英才 君老头见此也是万分高兴 这臭小子 可还不等把话说完 脸色突然皱变 只见刚刚毫无战力的龙子猛然起身 而我对此浑然不知 感受到身后的杀气我连忙转过头去 可为是意外 回应我的只有血液喷涌的响声 本是祖龙潮绝世天骄 起来 你不能输 绝对不能输给君家 于是像丧尸理智般来到神子身后 紧接着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偷袭 但却对我毫发无伤 反观龙子的龙爪却被硬生生崩碎 此时我一场恼怒 你在 搞什么 然后一脚重重地踢在龙子脑壳 可突然我意识到不对 被我全力一脚龙子却没有丝毫表现 好似没有意识 还不等我反应 龙子腰间再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自身的实力也突然节节攀升 紧接着随之而来的巨大冲击波将我震飞 我强迫自己站稳脚跟 周围的吃瓜群众也很是疑惑 这龙子竟然催动龙猿强行突破到神桥境 可这只会让他根基不稳 对他来说并无益处 为何要这样做 龙子此时仿佛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瞬间弹射到我身前 而我也意识到不对劲 虽然龙子的实力更强了速度也更快 但是被我轻松滚过 突然我发现了什么 那是 灵气的丝线 有人在操控他 我顺着丝线的方向看去 竟然在天上 紧接着凝聚出金色灵气神像正义记 藏头鹿尾的东西 给我滚出来 由金色灵气凝聚出的明神之矛 急速向天空中射去 金色的明神之矛 风驰电掣般语气碰撞 本不可阻挡的金色见识 却没想到突然停留在半空中 紧接着毫无征兆般崩裂开来 而我不可置信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被化解 还不等我反应 龙子再次向我冲来 你这家伙 快醒醒 被当成木偶操控算什么祖龙朝龙子 可不管我如何敲打 龙子依然神志不清 而我四肢现在无可奈何使不上劲 于是用自己的脑袋猛然发力 然后一记重重的头锤撞在龙子脑袋 后者则是被撞的人养马翻失去意识 此时七年未见的系统突然出现 已触发迁到地点是否迁到 而我也是一惊 差点忘了还有系统 紧接着二话不说赶紧迁到 然后传来系统冰冷的声音 恭喜宿主获得至尊骨 持有者可越皆使用至尊及大神通 解锁至尊大神通 上苍结光 紧接着耀眼的光芒照亮整个府顶 众人纷纷惊呆 那难道是至尊骨 天生至尊 这君家的真的个个是妖孽 连君老头都不知他何时拥有的一块至尊骨 突然想起之前君灵龙提醒过的那件事 所谓至尊就是指那些站在荒谷先遇巅峰 不朽不灭的存在 我看着自己获得的至尊骨 不朽不灭的存在 紧接着看向天空有了答案 只见天空中隐隐浮现一条巨大的龙影 巨龙老祖发出振振低吼声 原来如此 是因为有龙族至尊才会触发系统 想杀我却拉不下脸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 早就听闻我家老爹圣人静手撕龙族至尊 今日我君逍遥就要紫城复叶 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鹿尾的大鱼丘 紧接着天空中出现数道金色光柱 上苍结光将龙族至尊包裹全身 老龙一惊光芒竟正在灼烧我的灵甲 这小人竟能逼出本座身形 此时龙族至尊已经完完全全浮现在众人面前 竟然是祖龙朝的幽龙至尊 难怪那小子赶前来君家挑衅 背后竟有至尊坐镇 但突然又发现一件更可怕的事 等等 也就是说 君家神子以真灵境的修为 逼得一位至尊现身 数万年来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反观我一脸不屑的看着对方 胆小鬼 总算出来了 乃是堂堂祖龙朝龙子 可如今却像垃圾一样被丢弃 可就算有自家老祖在旁边 也逃不脱死去的命运 那就在刚刚 老龙完全地浮现在众人面前 可完全没把众人放在眼里 君家小费勇气可嘉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而我却笑了 先来君家挑事 再用这种下作的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的几句话就想让我罢手 好大的脸面啊 龙族至尊满脸不信 你想怎样 而我阴沉地开口 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今日我要紫成复业 在此图了你这幽龙 幽龙听完此话立马震怒 大胆 紧接着释放出自己的威压 众人纷纷被威压压的跪倒在地 反观我站得笔直 表情淡然地看着对方 幽龙也很是诧异 区区真灵境的小鬼 竟能承受我的龙威 此时有人站出身来 只见君万节冷吼一声 掌中雷电滋滋作响 突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 回头望去正是君占天 后者摇摇头表示先不用出手 此时天空中传来一声呵斥 从何时起 一个小小的准至尊 也敢在我君家放肆了 众人一惊 这个声音是 幽龙明显也是感受到了恐惧 心中暗惊不好 只见大殿之上金光乍现 犹如天地降势 紧接着一道金色斩机 斩在幽龙身上 然后堂堂准至尊的一条腿 被轻松砍下 吃瓜群众连忙向周围散去 看着面前巨大的龙腿 也是面露恐惧 至尊的手臂就这样轻而易举不对 而我也是有点意外地回头看去 此时有人掐着刚刚被操控的龙子 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 但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 来人正是君家的十八世祖 幽龙此时已经急了 君十八 住手 你敢杀他 可十八祖却是满脸不屑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而我也已经预料到什么 连忙请求十八祖留手 可是为时已晚 龙子的脖子已经被轻松扭断 幽龙如同离弦之剑向十八祖冲来 你这疯子 你是想掀起君家和祖龙朝的不朽战吗 反观十八祖一脸淡然 多躁 不朽战又如何 我君家毅力先遇无数年 何曾怕过谁 紧接着只是轻松将手一挥 幽龙立马白眼上翻 全身被电流升点的滋滋作死 紧接着重重地摔在地上 众人看着碾压的实力结巴地说不出话来 路先剑法 一剑斩龙 此时还没回过神的君战天被叫到名字 把这条黑龙口啊 用来招待来宾 后者连忙领命 众人纷纷有点犹豫 这 龙族至尊的血肉给我们吃 吃了得罪祖龙朝 不吃就是不给君家面子 怎么办 此时十八祖的声音再次响起 想必在座的诸位都知晓 我君家有十大序列 各个都是绝世天骄 但在十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 剑斩祖龙朝龙子 硬抗幽龙准至尊 神子君逍遥 正是我君家新的灵号序列 此话一处 君万劫顿时目瞪口呆 众人彭佛对此也能理解 毕竟身怀至尊骨 还有突破天道枷锁的荒谷圣体 真灵静硬抗至尊威压 这都没人可以做到吧 而我对此不感兴趣 而是正正地看着十八祖 后者也是察觉到我的目光看过来 心想他很在意这玩意 紧接着从楼顶将其扔下 我看着被当垃圾一样 丢下来的龙子心生无力 可十八祖却只是把他当作物品一般 这小子体内有尚未炼化的龙园 你将其取出 自行炼化吸收 对你大有利益 宴会结束之后 再来见吴 紧接着就瞬间离开 仿佛这一切就是十岁宴的小插局 而我盯着龙子的尸体久久无言 等子雷杰即将开始 三千世界 我为大帝 而就在刚刚 众人正在扎堆闲聊 烤着龙肉不亦乐乎 而另一边 君万杰忍不住开口询问 祖老 在下有一位疑问 而君战天也是早有预料 你是想问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战争吧 君万杰虽然嘴上说着没有 可心思早已被看透 唯有此事十八组不会插手 所以你们随时可以对他发动序列争夺战 君万杰顿时正主 然后找了个借口告辞离开 君战天看着他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这小子虽然乖利却不是笨蛋 要是现在和逍遥打起来 君家脸就丢大了 逍遥现在人在哪 侍从回应说神子去提炼龙元了 看情况 神子可能会直接突破境界在体内搭建神桥 君老头略有所思 真灵进到神桥竟可是个大跨越 下一秒突然大叫不好 得赶紧找到他 而在另一边 我坐在护栏上略有所思 身后的君灵龙询问龙浩天的尸体总足 而我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练了 在这里 去帮我找个地方埋了吧 您心情好像有点低落 而我却自嘲一笑 在你看来我应该高兴 确实 打败序列的后起之秀 扛住超越自己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 给家族长了脸 我是该高兴的 这个世界 人命真见了 君灵龙不解的询问 大征之士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他既然敢跑来君家闹事 自然是做好失去性命的种人 神子又何必见怀 可弱肉强食 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闻言沉默片刻 可下一秒却露出微笑 果然 您的思考方式 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感到不安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之上的至尊 天上天下唯一的大帝 没有这样 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而我微微一笑不容置疑 你说的没错 不论是重生还是系统 我既然得到了这一切 终归是有理由的 天上天下 三千世界 我为大帝 方德逍遥 君灵龙听完瞬间待置在原地 这一刹那间好似定格 下一秒画风一转 小时候的君逍遥已经长大成人 君灵龙面容震惊地看着眼前这匪夷所思的影 下一秒再次被震惊 突然脚底下万人臣服的叫喊响翠云霄 纷纷跪拜君逍遥称他为君天帝 眼中此时传来剧痛 这是七笑玲龙新窥见的未来 也就是说神子他真的 而我见他脸色好像不太好 后者却抢几出笑了 见此我也不再多言 待我吸收了这枚龙园 应该会突破境界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都会招来雷姐 你先离开 免得被雷姐拨挤 记得给我准备好新衣服 君灵龙领命便向后退去 天空的月色缓缓蒙上一片面纱 掌中的龙园发出嗡嗡的响声 开始吧 下一秒 终电神 恐怖的结尾令人损然 君战天看着乌云滚滚的天穷大惊不好 但是属于荒谷圣体的大劫已经开始 无尽的雷姐化作闪电洪流已经落下 渡过劫的天骄都知道 只要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 可他却将雷姐玩弄于鼓掌 甚至还用雷姐淬炼几身 雷姐非常高 恐怖雷姐即将落下 而我却神情淡然取出地狱熔炉 巴掌大的熔炉瞬间变得巨大物 雷电洪流直接轰然落在了熔炉内 体内无尽金色气血生腾 神像炼玉镜共有四番变化 穿透万物的最强攻击名神之矛 阻隔万物的最强防御名神守护 七级如风的至高身法恶魔之意 以及炼化世间万物的地狱熔炉 滚滚雷电涌入我的体内 十万雷姐 不我不朽之趣 下一秒 眉心之中浮现金光 身体随着雷姐的锻造变得强悍无比 区区雷姐 该散了吧 下一秒空中金光乍现 太古虚影仰天长笑 雷姐倒卷苍穹 漫天结云都是被震散 天地终是恢复了光明 众人不禁赞叹 竟是拍碎了劫云 哪一位天骄渡劫不是战战兢兢 身怕陨落 这大争之事 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人的舞台了 丹田汇聚灵海 脑中构建神宫 肉身幻化真灵 完成这三个境界便可搭建神桥 连接丹田灵海与脑中神宫 神桥还差一点才能完全搭建 大半天结之力与龙源都被这块至尊 吸收了 看来还得找些天台地宝 对这块骨头进行滋养 君灵龙的声响打断我的思路 你来得正好 宴会结束后 我要离开天地宫四处历练 你帮我找找都有哪些地方值得去 现在该去见老祖吧 而远在红州之地祖龙朝内 整个红州的生灵都感觉到一股灭世的浩瀚天威 到底什么事才能让祖龙朝无上至尊如此动力 暂惜雷霆吧 你这样发怒有何用 难不成要杀上君家 诸多强大神念在祖龙朝内交流 列军十八 胆敢诛杀本尊一脉的龙子 还剑斩幽龙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君十八是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既然他敢杀我龙子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列 那个被宠上天的小崽子也该入室了吧 此时是否智慧奥天 不必 奥天正在闭关炼化第五颗龙园 等他炼化完七颗龙园再加上地龙之血 足以恒推先欲年轻一代 届时 哪怕是那君家神子 必可随手诛杀 君家 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另一边蓄空之上 一头神情拉着碾车飞过 少爷 感觉如何 叶星云低头苦笑 那君家神子身怀荒谷圣体以及至尊 修为更是远超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具傲 甚至对我以礼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福伯看着到心崩坏的少爷满脸甘忧 可下一秒叶星云却露出坚定的神情 不过我也没打算放弃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伴长时 但有些事情 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福伯露出满意的神色 您能这样想就好 男孩三岁便能打碎上古石碑 别人却说他不配当神子 如今硬抗至尊威压 借助雷杰淬炼 当之无愧成为众星朋友 而就在刚刚 我来到君家祖地深处见到十八祖 一袭灰袍的十八祖白发苍苍 盘坐与虚空 周围仿佛有日月轮转生灵寂灭的鼓鼓异象 见到君逍遥十八祖难得露出笑容 很好 气宇轩昂果然有大地之姿 逍遥 我问你一件事 他念你若成为天帝 当如何 而我不假思索 他念我若为天帝 自当镇压一个时代 镇杀世间一切敌人 恶情是如此 那未免也太无聊了 自古至今每一位大帝都能做到这点 十八祖默不作声 示意继续说下去 我为天帝 必将开创一个正古说经 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 心中却是在想要一个有手机有网络 钢铁驰骋于大地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的时代 十八祖淡淡一笑 有趣 下一秒却顺移在我身边 逍遥 你可想学陆仙剑爵 而我眸光一亮 就是你一件斩幽龙至尊的剑爵 剑来百兵之君 荒天仙玉的剑爵浩如烟海 而威猎其巅峰的 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爵 我军家陆仙剑爵 正是五神爵之一 而我难难自语 怪不得在军家五格内 找不到陆仙剑爵 那是自然 这等剑爵就算开放给普通人 耗费十几年也未必能入名 陆仙剑爵威力有多强横 就有多难选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 这是我赠予你的底牌 而我立马到权 多谢老祖 陆仙剑爵总共只有三事 第一是仙允乃法力之剑 针对肉身屈翘 第二是仙灭乃灵魂之剑 针对神功元神 最后一事陆仙 乃是灵肉合一之剑 也就是我剑斩幽龙至尊的那一剑 等学会了第一事 你便正式出门闯荡 从此以后必须自己摆平问题 不可能每次都恰好 有老头子在你背后撑腰 逍遥明白 时光匆匆来到三个月后 不从正忙里忙外 清点十岁燕鹤里 要不是七跳玲珑心 估计大半年都弄不完 由此可见十岁燕鹤里 有多么雄厚 仓库内的君玲珑 看着手中的玉剑微微出神 玲珑无有敬起 家父重疾在身 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燕 君家贵为荒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之药一株 以救我国之君 亿万黎明 朱雀谷国愿以国相报 君灵龙欣想这封玉剑 不是写给神子 而是写给自己 难道是他 此时虚风中 忽然传来剧烈的震动 君灵龙连忙向源头看去 是君家祖地的方向 只见一道剑芒将云层切为两半 天际云层瞬间崩溃 君灵龙额头留下丝丝冷汗 难道是神子 别的男孩十岁才刚刚断乃 而他十岁就已经学会路线剑决 就连君家老祖都惊叹 他是千年难遇的天才 可他还嫌弃自己的天赋太差 而就在刚刚 君家祖地传来剧烈的震动 一道剑芒突然将云层切为两半 天际云层瞬间崩溃 四面暴窜 惊动了君家祖老和大人物 难道是十八祖 不对 这道剑芒虽然强横 却还达不到十八祖的高度 是逍遥 这才三个月 那小子就学会了路线剑决 他到底是什么妖孽 而在君家祖地内 十八祖看着逍遥惊喜万分 你小子 可我却摇头叹气 这第一祖竟然耗费三个月时间 结果十八祖却差点到心崩坏 老夫当年参悟这第一祖 可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老祖我突然想去棺材里躺一会 而我面露尴尬 下一秒后被被拍了一巴掌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你的时代了 从祖地出来后便静止向天地宫走去 总算可以离开家门出山闯荡了 不知小灵子帮我选好地方没有 对了还要去和爷爷自行 可下一秒身边却出现君老头的身影 你找我 爷爷 你怎么和小灵子一样神出鬼没的 废话 你在祖地整出那么大动静 我能不来看看吗 学会路线见绝了 而我鼻子已经翘上天了 勉勉强抢第一世吧 真是个小怪物 你从小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 我竟没发现你还藏着一块至尊 而我甘大一笑 可见你的大孙子 我是个欲强则强的宝荡男孩 心中却暗想 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有的 君老头立马打断 我可不是来听你平嘴的 你逍遥 像你这种身怀两种顶级体质 修炼起来也需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 除去你出生时就出现的万圣朝拜 还蕴藏着五种尚未觉醒的意象 这五种意象还需要你自己参悟开启 但爷爷知道 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意象 而我眼眸一亮 爷爷 告诉我吗 君老头一脸黑线 这一幕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行了行了 别在这里恶心了 你可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好像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势力吧 没错 盘武神朝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这不重要 我君家也曾出过七天大帝 重要的是 传闻盘武大帝身怀荒谷圣体 有传言说 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 有一座盘武陵 可能同盘武大帝有关 可盘武神朝不会轻易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秘境吗 结果君老头霸气无比道 这倒是 不过事无绝对 只是告诉你有这条路而已 若实在不行 为了你的前路强闯进去也不是不行 而我一脸无语 老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承了 这件事我记住 我会找机会去盘武陵看看的 恭喜宿主 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 目前已经触发的两个签到地点 原天至尊力藏和盘武陵 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去了 突然眼前有个美人出现 只见君玲珑在亭子下不知在想什么 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 我是您的侍从 理应在此恭候 这话说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你这样我甚得慌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闻言君玲珑脸色严肃下来 下一秒呈上一个玉瑾 玲珑的确有事相求 而我脸色微浪 我不是说过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唐突下跪吗 罢了 我来看看 待看完玉瑾这才明白来龙去脉 不死药 我倒是不缺这东西 给一珠也未尝不可 此时耳边再次响起戏土冰冷的响声 请宿主前往朱雀古国皇宫迁道 是朱雀皇宫的天之娇女 却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脸红心跳 承蒙殿下厚爱 玉儿今后全靠殿下了 而就在刚刚 远在三千道州火州的朱雀古国皇宫内 朱雀国主剧烈的咳嗽声连连不断 玉儿 不死要强求不来 你不要再为此委屈自己了 父王安心 已经有眉目了 玉儿一定会治好你的 此时响起丫鬟的声音 陛下 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天殿等候 国主一听差点没气晕过去 那个混账东西 把他给我轰出去 父王切莫动怒 玉儿去应付他 天殿内一位男子正副手而立 多日不见书欲问候 还请殿下见谅 玉儿 你我之间又何须如此身份 几日不见 你又憔悴不少 此人乃是青龙古国大皇子 萧辰 承蒙殿下挂念 拜玉儿彬彬有礼 萧辰习惯地画着大笔 放心 待我二人大婚之日 青龙古国自会奉上不死要作为聘礼 拜玉儿却是甜美一笑 玉儿全赖殿下了 心中却是暗想 但愿你们真有那么大方 待萧辰离开后 一旁的丫鬟愤愤不平 陛下明明和青龙国主探索 秘境时一起中的人 却以此要挟殿下林荫 他萧辰拿来的脸在殿下面前装申请 拜玉儿立马打断 阿珠近生 隔墙有耳 更何况是在这种空旷的事外 阿珠委屈巴巴地为殿下感到不知 可拜玉儿哪能不知道 倘若真的和青龙古国联姻 朱雀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基业迟早会被青龙吞掉 就在苦思冥想别的出路时 一位蒲丛的声音打断他的思路 殿下 有急报 蒲丛气喘吁吁地喊着君家 君家回信了 文言蒲丛立马乘上预警 下一秒拜玉儿精美地俏脸露出感激之情 太好了 是玲珑的回信 父王有救了 而在君家天地宫内 我正为一件很重要的是苦思冥想 这次也不行 果然还是该选刚才那只 一旁的护道人花婆婆一脸疑惑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 他大概在挑选应该骑什么坐骑去火中 可以神子的身份自当嫁九龙玉年 怎会在这些逆寿里挑选 君灵龙一脸我知道他德性的表情 他不想太高调 倒不是怕有人找麻烦 原来在前日 神子觉得这个愿与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自己 成为他的附庸实力 事实上 君家每一位序列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庸实力 就连帝时序列军杖剑 背后也有听命于他的古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剑衰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解黄女拜玉儿身负朱雀神火 再年轻一代一算是天骄 你不会只是在为小姐妹求情吗 神子一脸吃瓜表情 结果君灵龙瞬间石化 下一秒细精附体 玲龙岂敢 玲龙对神子一心一意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 坑骗神子的不死了 行了别演了 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 我确实也不是想把什么属雀之辈都收入麾下 朱雀古国配不配得到这株不死了 我要亲眼看看 君灵龙会心一笑 神子的做法总是异于常灵 果然那天自己亏见的未来是 结果却被神子喊叫声打断 小灵子 咱们就骑他去火舟吧 这可是头一档的神兽 下一秒神兽习惯性地吐出一口成年老狗手 君灵龙见此心如死灰 我拒绝 这男孩三岁还未断奶 可十岁却已经走向帝王之路 而他的第一个附属国 是否会是逐渐衰落的朱雀古国 而就在刚刚 睿智的神兽与我不谋而合 可君灵龙却神情严肃下来 关于蓝青雅的事还需神子定夺 我不且将他关在牢中 左老吩咐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是那个吵闹的小姑娘啊 我这才想起他来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理他 君灵龙没想到会问向自己 勾结外族为过军家 按照族规当处折行 折行就是将罪人的四肢 分别定在木桩上于阳光下暴闪 直至干枯 而我不禁扎舌 论折磨人还是这些土著玩的花呀 然后立马让君灵龙取来执笔 君灵龙心想神子 居然叫自己正常的名字 那应该是正经事 下一秒神子大帝的形象 勾画在脑海中 君家有我 何愁大帝不出 这可是未来大帝的语录 将来必须发给 每个士林儿童全文背诵 结果 我只是神色平淡的讲述 像蓝青雅这种一上头 就干出蠢事的臭小鬼 君天地语录第一条 不叫而杀位之念 而在君家地牢内 憔悴的蓝青雅 从开门声中睁开双眼 自己已经知晓自己的命运 只是想请求给自己一个痛快 可君灵龙只是来传达神子的处罢 蓝青雅 你勾结外族为货君家 神子罚你常跪天地公外一年四骨 这一年里 不论你遇到什么你都不能离开 一年之后恩怨结清 你将被逐出君家 君家也不会再找你麻烦 若你对神子心怀怨愿 就自行修炼向他提出挑战 他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挑战 若你仍不思悔悟 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君家 那么他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事 然后亲手杀了你 而在另一边 君杖剑也对神子没有针对自己来 一旁的君雪皇也是好言相劝 神子大概根本没在意当年你得罪他的事 你又何必苦苦见怀 君杖剑闻言皱起眉头 默默沉思起来 而在天地宫内 君战天和另一位祖老对神子低路颇为担忧 那孩子还是太过心软 可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王道 但王道可比霸道难走多了 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民臣服呢 而远在朱雀谷过皇宫里 拜玉儿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姐妹君灵龙 后者同样露出笑容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结果被君灵龙立马打脸 麒麟不死药我有 但不在自己手上 拜玉儿顿时心脏停顿半拍 什么意思 我的主君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药 所以没有一起过来 而拜玉儿听到君灵龙这位天骄 居然会心甘情愿追随别人 立马好奇的不行 反观君灵龙却露出微妙的表情 这个嘛 等你见过就知道了 而在皇城中某酒楼内 清茶的香气飘香四溢 令人心旷神怡 可酒馆内的吵闹声 却给这香茶添上一抹怪物 只见一位标形大汉 正百般刁难酒楼内的殿小二 还十岁便能守思龙族至尊 可如今却被一群民众随意挑衅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眼前男人的身份 已经将他们的神女吓得面如死灰 原来就在刚刚 一位标形大汉正为难殿小二 只因饭馆内的饭菜不可胃口 眼看殿小二就要当场归系 突然一只大手将大汉手腕牢牢握住 周围的人群纷纷围观上来 怎么 朱雀石也要来扫兄弟们的心 而男子一脸平淡 我只是觉得青龙屎 不必为了这种不入流的小肆动物 既然这饭菜不合你胃口 那再找下一家就是 青龙屎闻言冷哼一声 将殿小二扔到一边 算你小子走运 看在朱雀石的面子上饶你一命 走的时候还不忘安骂两句 菜做得这么难吃还开什么酒楼 赶紧关了吧 而在一边的我大口咬着烤羊排 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 竟不懂品鉴此般美味 一旁的朱雀石将小二扶起 在其手中塞进几个赔偿 这些你拿着 再忍忍 会过去的 店小二一脸委屈 可对此却坚定不已 而我看着这一幕陷入沉思 片刻之后 店小二端着刚烤好的羊排走来 而我借此机会询问刚刚来人 在里头都敢这么嚣张 你们国主不管了吗 店小二文言露出悲哀的神色 客观你有所不知 我们国主前些年 与青龙国主一同探寻秘境 结果不胜为太古妖兽九煞魔所伤 此后身中剧毒卧病在床 非麒麟不死药不可一旨 可恰好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药 他承诺将此药赠予我国 但条件是我们的皇女与他们联姻 而刚刚那群人 就是青龙古国大皇子的手下 而我反问 麒麟不死药对于修行者来说 是千金难求的神药 即便是无上道统一或是不朽势力 也没什么不足 青龙国主当真舍的吗 而店小二却是一脸坚定 那些青龙使者来皇都后天天欺难罢 可只要想到皇女殿下也在忍辱负重 我们也会想办法忍耐 而我顿时来的兴趣 你好像很尊敬那个皇女 店小二的脸上却不由得露出笑容 毕竟皇女身负朱雀神火 可我暗自难难 朱雀神火在三千体制中 似乎也算不上翘楚 可店小二脸上却露出信仰的神色 公子应该是来游历外乡人吧 我们是朱雀神鸟的子民 朱雀神鸟 生于烈火 死于飞燕 神火不灭 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对于我们朱雀子民来说 是信仰的象征 而我脸上露出笑容 原来如此 片刻之后 我副手来到朱雀谷国的皇女寝室外 侍卫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如临大笔 你是谁 怎会出现在皇女的寝宫中 可我却只是脸上露出笑容 下一秒一个瞬意来到侍卫身后 这一幕让侍卫额头痘大的汗水不自觉流下 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 快来人 有刺客 无数脚步快步流星迅速赶来 眨眼间便将我牢牢围困 而我这才自曝性命 皇州军家 军逍遥 侍卫们闻眼脸上露出惊恶的神色 居然是军家 可此时还是有人站出身来 虽然全身发抖的不行 但言语中却透露着坚定 可我不怒反笑 没想到还挺有骨气 而正在这时 一声呵斥声不由地喘来 你们这帮笨蛋 还不快助手 匆匆赶来的败鱼儿 顿时心脏骤停半分 完蛋了 察觉到气息就立刻赶过来 结果还是没赶上 还十岁便能手撕龙族至尊 可如今却被一群民众随意挑衅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朱雀皇女 见到男人的第一面 静下的连忙下跪 原来朱雀国国主生命垂危 皇女败鱼儿不得已找到自己好闺蜜 可那不死药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 神子虽然年少 但性格孤僻 很多时候就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所以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意 更不会因为你是我朋友就高看 也不要指望我会替你求情 这样只会徒增她对你的反感 想要在她手中得到不死药 只能靠你自己去争取 而就在刚刚 自己手下不由分说对神子不敬 赶来的败鱼儿心脏顿时停滞半拍 脑中快速思索如何挽留现在这局面 下一秒立马攻守 玉儿不知贵客驾到有失远迎 手下冲撞贵客意味玉儿管教不严 还请公子见谅 而我细细观察 原来她就是小林子的好闺蜜 这是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想必你就是朱雀古国的皇女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 可你却并没有提前智慧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紧接着立马转身离开 是君某唐突了 我这就告辞 而此时皇女竟果断下跪 一个想投掷耳玉龙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请公子刺罚 只求公子给我一个机会 而我缓缓抬头看去 下一秒掌中虚无 免了 一国皇女在子民面前 向外人下跪成河梯头 败玉儿心中一惊 竟是隔空设物 好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而当我打出一个响指时 旁边的君灵龙眨眼间 便将桌椅摆好 而我满意地坐下 一盏茶的时间 你要如何说服我留下 败玉儿额头露出豆大的汗水 火州玉广三千里 地大物博浮原辽阔 皆为诸雀谷惑将土 公子若愿赐不死药一竹 救国主性命 这三千疆域的亿万子民 包括我等皇族在内 皆可为公子所趋 安前马后 万死不辞 可我却一脸吃笑 你好像搞错了什么 我君家主族所住的皇州土地 便比火州大上百倍 更遑论皇州周围的稻州 也在君家的掌控之中 何须你这小小火州为我所遇 而败玉儿闻言 搬出最后的地牌 玉儿愿是公子为主 一身为奴为婢 只求公子垂帘赐药 此话一出周围的侍卫都是大惊 殿下千万不可 可我嘴角泛起冷笑 探见这家伙没 此人君玲珑 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谁洗一碟呗 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样样精通 他就是我的侍女 你认为自己能取代他吗 拜玉儿文言武的小左 那必然是不能 而我摇身一遍原生导师 不能就对了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要以为只要出卖身体 就能换来利 我还是给你只条名路吧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魔鬼 这个国家的子民 似乎都很敬重你这位皇民 但我不确定 你是否值得他们敬重 正所谓名为邦本 本故邦宁 若你们朱雀皇族 是连自己的子民 都无法守护的废物 我又凭什么将珍贵的 不死要浪费在你们身上 而三天后 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在那之前 你若仍旧无法让我改变 那就只能说明朱雀国主 于我手中 这朱不死要有缘无分 身后的败鱼儿 看着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 而在离开的途中 我看着身旁的 君灵蒙额头露出细寒 此刻他正一脸阴沉 你是在怪我为难 你的小姐妹吗 岂敢岂敢 只不过 我没有杀人放火 也没有谋财害命 而我此时连直视 他的勇气都没有 卑微地道着歉 这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 可仅仅只是将一张 纸丢在男人脸上 却付出了 以生命般惨痛的代价 原来就在刚刚 败鱼儿想用自己的办法 获取君逍遥的信任 但贸然行动 可能会给朱雀国 带来亡国之威 虽然国主一脸憔悴 但对自己的女儿 却是无比信任 更是因为那心中 崇高的信仰 神火不灭 朱雀不亡 而在另一边 我看着怀中的情略显沉思 君灵龙疑惑 神子还会弹琴 可得到的却是我的否定 但君灵龙不知道的是 其实怀中这把琴 是我得到的千道神兵奖励 可更让君灵龙疑惑的是 为何神子突然对弹琴感兴趣 可我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 所以我在两年半内 不仅要学会唱跳 还要学会打篮球 有机会还想当木匠或是铁匠 然后想办法搞出计算机 开发电子游戏 这一顿说辞令君灵龙满头大汗 不过话说 你的好闺女会想什么办法 来让我改变主意 可虽然她也不清楚 但是败鱼儿的性格 却比她表现出来的更加张扬 去找青龙国的大皇子 而我瞬间表现出狂喜的神色 这熟悉的退婚剧情 立马要求去看看现场好戏 而在一处府邸内 青龙国皇子阴沉着脸 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而败鱼儿毫不客气 朱雀国与青龙国即日期解除婚姻 还请殿下即可反常 他日鱼儿自会亲自上青龙国赔罪 这句赤裸裸的挑衅 明显是对大皇子的羞辱 可他们又何尝不是在羞辱整个朱雀补国 说是以不死药为僻女联姻 婚期却定在三年之后 朱雀国主怎会撑到那个时候 况且在这期间 他的手下日日都在城中折辱朱雀子 但青龙皇子却是对此毫不在意 既然你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就是自己的底线 而青龙皇子脸部青筋暴起 此刻也不装了 有后台就是硬气 听说有位白衣公子闯入你的寝宫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看来是你的小情人吧 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男人的玩物 用身子去交换不死药 自甘下见 确实没资格入青龙国门 嘲讽过后便是片刻的宁静 而我在一旁吃着烤串不紧扎舌 虽然这老哥脑部能力确实很强 但令我更感兴趣的是朱雀圣女会如何回应 原本只觉得你有点斯文败类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很可怜 这番话语令大皇子极度不适 只能靠一想和侮辱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 作为一个男人 岂不是既可怜又可悲 大皇子文言露出阴痕的表情 左手立刻汇聚蓝色灵气向其挥出 而同为天骄的皇女并没有出手阻挡 巨大的冲击波使得皇女向后飞去 撞击在墙壁上动弹不动 而等大皇子意识到自己出手之后已经晚了 而我看着这一幕继续吃着瓜 唯独陷入墙体中的皇女不知死活 亦或是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 还十岁便能首次龙族至尊 却有不长眼的青龙敢让她下跪 可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男人的实力 随手便能将她覆灭 原来就在刚刚 败玉儿被打在墙壁动弹不多 萧辰看着毫无生机的败玉儿咬牙切齿 这见人既不防御也不躲闪 到底什么意思 而我看着这一幕不禁扎舌 刚才那一下脏腹都会被震碎 可下一秒我却发现一样 只见败玉儿周身泛起震震火焰 此时眼神中透露着沙翼 仿佛遇火重生的凤凰 既然受你这一场 那两国的情分也就此结清 随即便直接下达逐克令 萧辰明白这是着了败玉儿的刀 顿时怒火中烧 下一秒运转灵气瞬间来到身前 可这次败玉儿却是做好防御形态 嘴角泛起冰冷 碰撞的瞬间出现大量的烟雾 而两人见到眼前的场景却都是一惊 只见萧辰的手腕被抓得嘎吱作响 我喜欢你的回答 你说服我了 败玉儿一听顿时喜出望外 多谢公子 萧辰没想到眼前之人竟能轻松将自己拦下 你是何人 而我嘴角泛起微笑 路过的小情人 一秒苍龙破天拳挥之祭出 可我却对此不谢一顿 掌中浮现金色灵气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看到龙族有点心烦 紧接着再次使用杰龙手 汹涌的金色光柱瞬间挥出 萧辰面部浮现金孔神色 下一秒如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 强大的冲击使得青龙喷出一口心口血 败玉儿见此面露震惊 竟然一巴掌就失去意识 于是悄悄询问君灵龙神子现在是何修为 竟能轻易将生命显赫的天骄打飞 君灵龙脸色不见波澜 公子现在是神乔境后期 败玉儿闻言默默思考起境界解功 这不是直接超了两个大境界吗 可当得知公子只有十岁时 败玉儿仿佛参透着世界的奥秘 世界真是奇妙呢 而就在此时 青龙强撑着身体缓缓起身 身为天骄的他被当小兵堵刀 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下一秒周身青色灵力如雷电般犀利 修为竟是强行提升两个境界 而我看着这一幕眉毛一条 居然是龙气加深 竟还有点机缘在身 而青龙此时眼中露出沙翼 下一秒一座树米大的青龙天作印 出现在虚空 给我跪下 而我却看着一脸热血激昂的 肖尘脸色平淡 真是可悲 说着手掌微微虚握 活灵活现的金色真龙仰天怒吼 金龙困天树瞬间将带巨印层层缠绕 碰撞的瞬间竟是被轻松击碎 肖尘看着匪夷所思的一幕无动于衷 脸色惨白地看着眼前向他冲来的庞然大舞 下一秒剧烈的爆炸竟能让这虚空颤抖 这十岁手撕龙族至尊的神情 却遇上了各种机遇加深的肖尘 可没想到不仅各种机遇都被抢走 全身经脉更是被废 夺你龙气势为了你好 不受尽千般险阻万般磨难 怎么成为主角 原来就在刚刚 金色巨龙向肖尘发起猛攻 战斗过后地面产生巨大的凹陷 待烟雾散去后 肖尘同朦胧东西 是一丝的不知为何自己会倒在地上 而那道金龙的身影 这才再次让他想起 自己彻底输给了那家伙 而此时的我高高在上 眼神犹如看垃圾一般 被视为天骄的肖尘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此时愤怒的心情已经让他丧失理智 而我微微醋眉 表情没有变化的抬手随便一挥 无数金色法力如汗还涌动 凝结成一柄柄神兵 而我掌内虚卧 数万神兵汇聚成洪流向肖尘斩去 而就在此时 拜玉儿连忙喊叫 公子 请手下留情 而我闻言表情瞬间冰冷 眼中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而肖尘同样呆住 玉儿难道在为我求情 结果拜玉儿面露无辜 那什么 他死在我们朱雀皇宫可能有点麻烦 能扔出去再打骂 肖尘闻言瞬间目自欲裂 恨不得将眼前见人千刀万剐 而我淡然一笑 下一秒掌内虚卧 隔空事物再次使出 肖尘即使为天骄 也从未见过如此神奇 然而不等他反应 只见我隔空一抓 肖尘体内传出一阵长笑 随即一头半虚幻的青龙虚影 浮现在眼前 而我把玩着肖尘引以为豪的 龙气面露不信 就这 可肖尘却是双目血红 疯狂的嘶吼起来 而我却毫不留情 再度一掌拍下 郭葬 下一秒只听轰隆一声响 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 骨裂之声传出 下一秒一个人体重重砸在地面 众人看着形似青龙大皇子的 肖尘不由的窃喜 真是老天开眼 活该 而在另一边的败玉儿 却是慌得一批 放心吧没弄死 只是费了他全身经脉把 那小子身上还有一些机缘 迟早会爬起来的 而下一秒拿出刚刚得来的龙气 打入败玉儿体内 败玉儿根本没想到神子会助你 你体内的神火和青龙之气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能助你突破真灵境 败玉儿刚要感谢却给我打断 先别急着谢 带我去见你父亲 而败玉儿无比感动 眼中不断有泪花闪动 还三岁就已经断奶 十岁便能守司龙族至尊 不仅如此就连一国之主 都甘愿向他臣服 成功让朱雀古国成为附属国 朱雀愿为神子效忠 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原来就在刚刚 寓意为朱雀国主把脉 脸上却露出悲痛的表情 如果不尽早寻得麒麟不死呢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国主打断 大臣准备起草诏书 将国主之位传于玉儿吧 一旁的大臣 看着自己侍奉一生的国主 心中不由地升起一阵悲凉 而就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父王 你的病有救了 朱雀国主在淤衣的搀扶下 缓缓起身 而此时一个人的身影 吸引他的注意 玉儿 你身后的公子是 他是军家的逍遥公子 而国主文言一惊 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 那位军家灵号序列 没想到他竟会亲自过来 见此连忙让败玉儿搀扶着起来 贵人驾灵岂可如此失敬 而我只是面色平淡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 所以我会信守承蒙 赠予阁下一枚不死药 而此时的国主 已经被眼前荧幕深深震撼 麒麟不死药 每株问世都会引起荒天仙玉的震荡 他竟随手就能拿出四株 这就是荒谷世家的底蕴吗 而我见此并不意外 但你若接受这株不死了 也当信守承蒙 从此往后 朱雀谷国臣服于我君逍遥 成为我个人的附庸 朱雀国主对于此事也早有预料 毕竟自己的命在神子看来不值一提 想到此处转头看向自己的女儿 而败玉儿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于是下一秒单膝跪地 朱雀谷国愿为逍遥公子效忠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而我看着这一幕露出满意的神色 而在另一边 萧尘如同丧家之犬在街上流浪 路边的行人 见到落魄的大皇子不由的嘲扶 这小子如今怎么像条狗一样 听说还被朱雀皇女吓了修书 谁叫这家伙之前那么嚣张 而此时的萧尘孤身来到一棵枯树前 屈辱的回忆不断在脑中回忆 想到此处不禁咬牙切齿起来 下一秒用力一击打向枯树 可自身的修为却早已不在 嘴里不断念叨着君逍遥的名字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端 可如今的他 拼尽全力也只是将一棵枯树打倒 沉重的喘气声代表着他的体力已经用完 事到如今不禁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一样 而就在此时 一段声音从虚空中传来 我青龙谷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 突如其来的响声令萧尘不知所措 而此时勃耿处的吊坠泛起青色光辉 汹涌的灵力不断膨胀 瞬间就卷起一阵灵力悬崩 而等到周围灵力缓缓散去后 眼前的一幕使得萧尘睁大眼 只见一位眼神中透露着千年修行的身子 气质超凡入胜的青衣仙人出现在眼前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吗 他三岁就已经断满 十岁便能守思龙族至尊 不仅如此就连一国之主都甘愿向他臣服 可就算这样 却还是有不知名的王库想将他置于死地 原来就在刚刚 一位老者从萧尘项链中飘出 萧尘看着眼前的陌生老人连忙询问 原来他是青龙谷国的开国老祖 青龙上人 萧尘见状连忙败剑 而青龙上人却早已知道他是国运之子 还往他体内输送了不少龙器 可没想到却为他人做了价义 萧尘一听却急了 老祖你可是差半只脚 就能踏入至尊之境的准至尊 方才为何不直接出手震杀那君逍遥 可老祖却面路不悦 糊涂 且不说老夫现在实力实不存一 单说那君逍遥 你可知他是何人 结果萧尘以为他只是黄州军家的子弟 老祖闻言重重叹气 是君家神子 零号序列 而就在前不久 君家老祖才灭杀了与本座同阶的幽龙质敌 而且君家代代作出风子 若是对他出手 不过半日青龙谷国就会被君家以为评译 萧尘文言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 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报仇雪恨 可老祖却露出笑容 别气馁 你乃国运之子 本座断然不会让你如此暗戴收场 你虽浑身经脉被废 却是祸福相依 本座将这门准至尊的功法青龙化天绝传授云女 下一秒老祖手中浮现蓝色灵力 青天化龙 无迫不力 而萧尘也暗下决心 今日大仇 必要让那君逍遥版被奉管 而在数月之后 此时我正在专心打坐 身体周围金色灵力不断涌入丹田 短短数月就提升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公子这修行速度着实让人惊叹 而君灵龙却对此息以为常 并且表示这速度对于公子来说已经很慢了 心想恐怕是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去修炼路线剑绝 而我此时也缓缓睁开俊美的双眼 你们二人寻我何事 君家传信 是杖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可我却面露疑惑 杖剑公子是谁来着 片刻后才想起原来是那个粗眉毛小 我询问杖剑族兄寻我何事 下一秒君灵龙手中的信条泛起光芒 神子静起 南原道州一向显露 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 当为原天至尊密葬出世 特此告知 杖剑静赏 而我听完之后却露出不自然的神色 君杖剑他对我好像还挺客气的 君灵龙解释说好像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他觉得你帮他捡回 所以想报答你 而我嘴角泛起笑意 既然是足兄的好意 那我便收下马 被车 我要乘九龙玉年前往南原道中 而此时我询问国主的状况如何 朱雀国主服下不死药之后已无大碍 此时正借助不死药的药效 闭关尝试突破圣经 没想到那位病秧子国主竟然是我准圣 真是人不可冒想 看来败玉儿这次是无法与我同行 好好处理国事 将来有的是机缘 切记 傲心不可有 傲骨不可 若有急事仅可传书君灵龙 我君逍遥的人 绝无受人欺辱的道理 败玉儿闻言小心脏跳动个不停 玉儿遵命 当还十岁便能守思龙族至尊 却将弃运之子打成残废夺他弃运 可他不知道的是 细运之子萧尘竟有天大机缘 路径恢复巅峰实力突破境界 更是获得天骄公主的青睐 原来就在刚刚 三千道州的昆州境内 此地地狱平级流寇横行 更是有妖兽掠天的仪器之地 可就算这样的危险境地 依然会有很多人去这种地方休息 而眼前之人 便是那被废去修为的青龙国大皇子萧尘 此时萧尘单手虚握 蓝色灵气瞬间将其覆盖 下一秒竟直接将眼前妖兽贯穿身体 青龙撕天手挥之祭出 萧尘回头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青龙老祖更是不令夸奖 竟在短短数月之内 就能将青天化龙爵修炼至四重 修为更是提升到神乔境中期 不愧是我青龙谷国的国运之子 而萧尘却没想到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还要多谢老祖的指点 而就在此时 一旁传来马蹄的声音和强盗的喊叫声 女子身后一群强盗紧追不舍 此时领头一位刀疤脸凝狠的孝导 在昆舟范围内 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狼魔道 萧尘看到来人也是有点熟悉 是昆舟近来小有名气的强盗 探气息 那领头的修为已然达到了归意境 神桥大城灵肉融合 原容归一 有这般修为 竟在这荒芜之地自甘堕落 而此时被追赶的女子也是略想着急 若非自己无法动用修为 又岂会被这些烟渣泼彩缠身 而领头的刀疤脸眼见马上追上 丑恶的嘴脸已经控制不住 美人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回家吧 可就在此时 身后一道人影引起强盗警觉 下一秒静止来到女子身后 两人对视的一瞬都在互相观察对方 萧尘见状立马呵斥 一帮小贼 给我滚 哪来的矛头小子 竟敢管我魔狼道的事 可萧尘却是面色平淡 只重复了一句滚 强盗头子见他静久不吃吃罚酒 可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一只拳头直接出现在面前 完全不给强盗反应的计划 他到最后也想不到 为何会被境界比自己低的矛头小子顺秒 一旁的小弟看见自己的头领被顺秒 并没有抱头鼠窜 而是立马叫嚣起来 下一秒提着砍刀上前报仇 可不管来多少人 迎来的结局都是被顺秒 而随着周围的小卡拉米进入梦乡 萧尘往女子那边瞥了一眼 你没事吧 可女子却并没有接话 反而一脸警惕地询问萧尘是什么人 开三次一拳便能打碎上古石碑 可家中族兄却想将他置于死地 而如今十岁首次龙族之间 将猪却骨活收入囊中 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地势序列也甘愿臣服 原来就在刚刚 青龙族老看着眼前女子面露差异 提醒萧尘这女子怕是有些蓝力 而且她身上有遮蔽探知的法宝 应该是某个不朽道统的天之娇女 与她打好关系 对将来对付军家神子大有帮助 权衡利弊的萧尘顿时认真对待起来 姑娘若是想在昆州历练 可去南方的山脉 那边近是落单的妖兽 比起盗匪出没的荒野终归是要好对付心 而女子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萧尘好像是青龙古国大皇子的名字 奴家五明月 多谢公子指教 而此时天空中再次飞来一只异首 萧尘察觉到危险再次挡在女子身前 仅此一拳就将飞来的异首打倒在地 而在夜晚时分 篝火旁的肉块烤得滋滋作响 萧尘将烤好的烤肉递给五明月 而五明月也脱下古帽 只见一张有着翡翠版的眼睛 和天使般的俏脸浮现于眼前 这一路多亏有你帮忙 而正要吃肉的萧尘看到这荧幕 一时间呆愣在园里 而女子看着发呆的萧尘不由地捂着小嘴 在看什么呢 萧尘看着眼前美人不自觉想起 败月儿那个剑鱼 她抛弃了自己却让她遇到了更好的 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 而她也是露出无奈的神色 我只是想起了自己那复心的未婚妻 五明月好奇地问起 而萧尘也是将过程添油加速地讲了一遍 五明月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世上竟有如此不可领域之事 你那未婚妻劈腿的世家公子究竟是何人 告诉我 我去帮你讨个公道 而萧尘却是想起温柔的声音 明月不必动用 我的仇礼当自己去报 怎能依靠他人 可五明月却是更加积极 刷得一下站起身来 不必多言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不管你那仇人有何家事 我都无所畏惧 若她胆敢继续以施压人 五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后悔 而萧尘虽然脸上开心相劝 心中却是冷笑起来 这下有盘武神朝长公主相助于我 君逍遥 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而在此时的我一个喷嚏打到表情变形 我也很浪闷 莫非是有人在背后算计我 而在说话的途中 众人乘坐的九龙玉年已然来到云层之上 而在下方 则是南原道州的道集天宗南天城 而随着遇年越来越近 门口站着数个身影正在等待 而为首的便是许久不见的君杖剑与君雪皇 而我看着众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还挺热闹 而此时众人双手抱拳 君家子弟 拜见神子 而我看着眼前面熟的粗眉梦 想来便是君杖剑 卢兄不必多礼 你我皆是君家子弟 何须如此身份 君杖剑文言面露感动之色 神子竟如此宽厚 不计前嫌 眼前君逍遥的形象在自己心中又提高几分 而我看着身旁的陌生老头询问起来 这位前辈是 老夫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 君家神子亲领我道极天宗可谓彭毕生辉啊 而我心想道极天宗的老道人 据说位在宗主之上 于是语气顿时变得尊重起来 竟劳烦前辈亲自迎接 逍遥愧不敢当 而道极老道却是没有在意 神子无须客气 老道已经被好住所 神子这边请 那来了 元天至尊密葬即将开启 而众星纷纷露面 大争之事 不知又会掀起怎样的心风血 原来就在刚刚 众人看着十岁单杀幽龙至尊的神子连连撑起 自己怎么就不是你了 不然我就能直接嫁给他了 而周围的一个个花痴亮女更是吵了起来 胡说 公子分明是在看我 更是有人做事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洞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 而我听着周围的声音一脸黑鞋 后方的君灵龙则是憋笑憋得厉害 足兄 咱们君家这次都来了哪些人 君家除去你我以及雪皇族子 还有万劫族兄得到了原天至尊令 君杖剑看着一脸疑惑的我也是解释起来 他是君家第五序列 你十岁宴的时候已有出席 而且万劫族兄身怀雷杰战体 他对你第零号序列的身份似乎颇有威慈 神子还是小心为上 而我内心不禁胆态 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族兄的心情 毕竟我这么优秀 被嫉妒也很正常 放心 大家都是同族兄弟 只要他不在背后暗算我 我还是很大度的 而在道集天宗客房内 君万劫正在修炼打坐 雷杰战体的强度更甚以往 而就在此时 君万劫看着眼前的追随者询问何时 黑土目光尖锐 大人 他来了 而君万劫却是冷哼一声 果然来了 早知他从君杖剑那夺了一枚原天至尊令 却没想到君杖剑会主动讨好他 而追随者黑土也是一脸不屑 道集天宗的那帮牛鼻子也是瞎了眼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 怎能与大人相比 而君万劫对此也是不屑一鼓 没有谁生来便理应高高在上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的 而在红州祖龙朝内 深渊瀑布前出现一位交响的身影 而就在此时 一只苍天巨兽突然从水面浮现 只见那个小孩头顶巨角 巨兽则是一只苍天巨龙 碧池拜见老祖 而老祖看着碧池命令道 当初那天元至尊蛮横霸道 从我祖龙朝夺去几具价值无量的远古龙 此次密葬开启 你却将那龙骨夺回来 而且要小心那位君家神子 他说不定也要入室争锋 龙碧池一脸疑惑 君家神子 有那么强大吗 而老祖却是一阵汗颜 能轻易击败龙浩天的家伙 你说呢 但碧池却是一脸不服气 龙浩天只融合了一枚龙元 而自己已经炼化两枚 比龙浩天要强得多 可老祖却是不再多言 总而言之 小心为上 碧池领命后便直接退去 殊不知身后的老祖却是连连叹起 想我苍龙骨黄一脉 原本有位封印在神缘中的敌女后人 现在却也失去了下王 完整的青天化龙绝也随之遗失 若能够寻到那位敌女后人 让其破风出世 那君家神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此时的萧辰听着自家老祖的话一脸严肃 元天至尊密葬已在南原道州现世 元天至尊当年从祖龙朝夺取了几具远古龙 你必须得到他 得到指令的萧辰则是立刻动身前往南原道州 五明月看着他一脸温柔 那就去吧 多加小心 而萧辰则是立刻动身 此时却再次喊叫五明月的名字 明月 终有一日 我会去盘武神朝娶你 我萧辰说话算话 绝不食言 可五明月却是面色潮红 连忙将冒言压低 这小子说什么胡话呢 明知我们是不可能的 还十岁便能守刺龙族至尊 可如今却在向自己族子撒娇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族兄弟势序列 竟被一个民众随意挑衅 原来就在刚刚 我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 这都几天了 原田至尊密葬怎么还没开启 一旁的君雪皇解释道 神子莫及 距离密葬开启还有数日 此次由南极道宗为首 各族长老联合 打算将这原田至尊密葬 打造成年轻一辈的历练场所 所以多费了些时日 可我眉头青醋 就没别的事可做了吗 而此时一旁的君灵龙提醒道 公子不是要学情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在 不如向他讨教 而我闻言顿时来的精神 祖子善情 与先武情宗的娇女们 比起来不值一提 只能说是消遣 而我连忙化身小谜地撒娇道 没事没事 反正肯定比我强 祖子教我 而一本正经的君雪皇 哪经得起这个 连忙答应下来 后方的两人 看着这一幕不由的土豪 神子原来是这种性格吗 该正经的时候 还是会正经的 而就在此时君灵龙注意到什么 原来是杯中的茶快要喝完了 片刻后来到集市中 小姐您要是选茶 那可算来对地方了 我们南原稻州的特产 正是清新灵茶 入口唇华甘润 微微绵长 我这里正好有一盒万年年份的好茶 售价只要 可话还没说完 君灵龙直接打断 一副懒得浪费口舌的样子 不用说了 我买 但就在此时 一只铲满纱布的手 突然按在茶叶上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 我要了 君万节的追随者一脸小人得志 而君灵龙看着他思索片刻 便转身继续询问 老板 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 可那黑土却是立刻打断 这条街的茶我全都要了 而君灵龙满头问好 这么喜欢茶 莫非阁下是传闻中广及东周的道路 失敬失敬 可黑土却是一副吃了蹭头的表情 不是 这女人怎么完全不吃挑衅 殊不知君灵龙心中吐槽 这似曾相识的智障挑衅 总感觉响起了某位故人 而此时一位熟悉的声音响起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黑土感受着身后的压迫感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瞬间与其拉开数米的距离 而君杖剑解释道 此人是君万杰的追随者 是来故意针对你的 可君灵龙却是早就猜到了 黑土看着眼前人居然是地势序列 可下一秒脸上却是露出不屑神色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顿 如今却要反过来当他们的舔狗吗 君杖剑文言只是叹气一声 没有说话只是往前迈了一步 而黑土虽然已经非常警惕了 可下一秒 君杖剑的剑却已经在自己的脖子边 只要再多说一句便会人手分离 知道我的名号还敢挑衅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君万杰吗 黑土星想到底是君家序列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你才是 知道我是大人的人 还敢这么嚣张 而就在话说完的瞬间 君杖剑突然感受到一股无情的威压 君杖剑 你好歹也是君家地势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逍遥摇为起立 如此自甘堕落 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 如何 而君杖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君万杰 你到底想做什么 可君万杰却没有多废话 掌中雷电发出惊骇的响声 下一秒一道恐怖的雷柱从天而降 只是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族地把 开三岁便能首次龙骨之心 如今却被自家族兄无情挑衅 可君万杰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目中无人 换来的却是被秒杀的结局 原来就在刚刚 嚣张的君万杰降下偏雷 君杖剑闻言露出民众的表情 剑是划破空气与雷电相撞 可尽管如此 还是被雷电麻痹了四肢 君万杰眯起双眼 用剑劈开了落雷 也对 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如何能成为君家序列 而君杖剑却是一脸不好受 该死 下手这么狠 如果这道雷劈的是君玲珑 他半条命就交代在这 君万杰 你是要在这时候同事操歌 叫旁人看笑话吗 而君万杰却是阴沉下脸 同事操歌 这只是足兄对足弟的告诫 回去告诉君逍遥 让他以后形势低调一些 而此时君万杰的手下 也过来横插一句 告诉你们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 新一代的顶梁柱 君万杰则是稍微训斥一句 便于手下消失在原地 而此时身后传来君玲珑的声音 君杖剑回头一看 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我挨揍的时候 他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 虽然早知道如此 但心里还是有点凉凉 而下一秒则是收起长剑 没什么大碍 只是有点麻疤了 君玲珑询问是否要告诉神子 可想起他君子报仇不隔夜的作风 生怕一下去把君万杰打了 算了 神子的脾气我领教过 秘葬开启在即 还是不要内斗的好 转头一看君玲珑正直勾勾盯着自己 片刻后突然出声说 你变化还挺大的 而此时的府邸内 正传来各种噪音 两人听着噪音哑口无言 而君玲珑则是有个大胆的猜想 只见后方的君雪皇乖巧的不敢出声 而神子则是上演现实版的古今玩法 见两人从门口进来 刚想炫耀自己优美的轻声 可下一秒却是皱起了眉头 我们为神子买茶去了 这是南原道州的特产 可君杖剑话还没说完 手臂被我猛的一下捏住 而我看着他面露阴沉 足兄 你和谁打架了 君杖剑想不懂神子是怎么知道的 可我看着他淤积在经络中的雷电之力 这要是不做处理 恐怕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 下一秒则是引出金色灵力 足兄 把牙咬紧 而一脸猛逼的君杖剑还没反应过来 小腹被我用金色灵力打入体内 君万杰的雷电疯狂在体内逃窜 生怕被神子的灵力吞噬 君杖剑这才明白过来 这竟是君万杰埋藏在自己经络中的雷 混账东西 而经过片刻之后 体内的蓝色雷电渐渐消失 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麻痹 难道是神子用灵气帮自己疏通了经络 可我却露出威胁的表情 足兄 我最后再问女子 想好再回答我 是谁伤了你 而在君万杰府邸内 手下正为自己主子愤愤不平 大人实力惯绝天下 为何不直接去镇压那君逍遥 现在与他相斗只会影响自己状态 恐怕还会被那些阻牢责难 君逍遥若是有脑子 也会等到密葬之士过后再来找我 可话才刚刚说完 自己的府邸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君万杰感受着上方的威压冷下脸来 下一秒从窗口飞出 可外面一只金色的巨手早已等候多时 不给他废话的机会 直接将他连同府邸拍碎 而带烟雾散去 只见我手握人王硬服现在半空中 我这人啊 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的哦 君万杰看着这一幕气的清金暴起 真是疯子 而一旁的君杖剑都快哭了 就因为会变成这样我才不想说的呀 神子一巴掌将君万杰的府邸拍碎 君万杰阴沉下脸问道 君逍遥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而我同样面露不悦 我倒是想问你是什么意思 密葬开启在即 你却对同族兄弟出手 谁给你的胆子 可君万杰却是义正言辞 堂堂君家神子 气量竟如此狭小吗 只是稍作成见 又没真把他怎么样 而我却露出阴冷的笑容 你说的对 下一秒一丝金光从君万杰身旁闪过 他大惊不好 可为是已晚 一脸猛逼的手下脸上突然出现一只大手 只见我单手将他狠狠按向地面 下一秒巨大的冲击波在城中乍响 只是稍作成见 没有伤他性命 想必以足凶的气量 定然不会见怪吧 君万杰闻言气的咬牙切齿 掌中雷电叙事待发 下一秒八荒金雷掌 划破空气向神子砸去 可我却不慌不忙 掌中金色灵气裹满手掌 嘴里冷哼一声 叫我大肚 自己却在发飙 什么双镖狗 紧接着与君万杰的雷掌相互碰撞 可下一秒 君万杰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轻松弹开 自己的手下黑土互主心切 不敢大意立马将自己的大招黑雾化身使出 可我只是回头青铁一眼 黑土被突如其来的杀一下的不敢动感 下一秒被我射出的金色光芒贯穿身体 只见我取出地狱熔炉 黑土从未见过如此法宝 不知这到底是什么 下一秒被强大的吸力吸进熔炉 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 君万杰见状怒吼一声 空中雷电好似感受到他的愤怒一般 雷电竟然变得更加强烈 紧接着掌中掐绝 我修炼至尊法 身具雷杰暂体 当替天刑罚 掌控万道雷杰 下一秒数万道雷电从续空中传来 汇聚在君万杰眉心当中 阿雷禁绝 荒雷神 身旁突然出现无数把金色光剑 而在另一边竟出现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巨龙 下一秒兵伐绝与真龙困天树相互交错 发出阵阵龙银 是强而凌弱 必以力衰而亡 给我好好反省 两股极强的能量在刹那间碰撞 可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君万杰怎么也想不懂 那个在自己眼里的不屑一顾的天骄 与他交手自己尽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是被轻松取胜 这压倒性的力量 在地面传出阵阵爆裂声 君万杰再次飞出全身 没有一处完好无损之地 自己的手下黑土则是在熔炉中被爆烤 毫无还手之力的主子 还有没用的手下 这一切都是因为君万杰的目中无人 是汗天动地的雷杰战 却在被打败后哭得离花待遇 本以为他会像个战士一样视死如归 可没想到亲情的束缚使他放下尊严 原来就在刚刚 君万杰支撑着身体想站起身来 可没想到浑身竟没有一丝力气 他愤怒地再次挣扎起身 可突如其来的一脚让他倒飞出去 我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丧家之泉 一旁的两人更是吓得不敢动态 该死 若是再给我十年 我怎会 怪了 为何你们这些人总觉得 自己只需十年苦练就能超越我 你连十岁的我都打不过 却在假定能够打赢二十岁的我 而此时吃瓜群众也纷纷围了上来 发生了什么 怎么这么大动静 房屋都塌了一大片 好像是君家内斗 打得还挺凶的 君杖剑暗叫不好 人开始往这边聚集了 这样下去君家会沦为笑柄的 立马向神子传音 还请速战速决 下一秒来到君万杰身前 单手托住他的头质问道 族兄 我得罪过你吗 为了你那卑微的自尊 把事情搞成这样 蠢不蠢啊 我们是同族 是兄弟 不是敌人 我们本该携手攻击 而不是相互厮杀 君万杰刚想辩解却被打断 你是庞系出生 从未被君家善待 所以你嫉妒我 觉得我是个被资源堆出来的废物 根本比不上你 所以这就是你势强凌弱 对同族兄弟出手的理由吗 就凭你这小毒鸡肠 也配自称替天刑罚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 成为我的奴仆 或者去死 君万杰不可置信 连语气都开始结巴 你要杀我 为什么不呢 就算我杀了你 君家会责罚我吗 毕竟你只是一个无权无势 还试图谋害同族兄弟的渣子 君万杰长这么大马 受过这种委屈 立马拼尽全力站起身来 想要发火 可神子的一句跪下 自己的膝盖仿佛 被绑得千斤似的 哭通一声重重跪下 我只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考虑 说吧就开始倒数 而君万杰此时内心 已经开始慌乱 自己要死了 难道就这样死在这里 回想那小子 毫不留守的攻击手段 他是真的会杀了自己的 可我却不紧不慢地 继续倒数着 而此时君万杰的眼前 出现一副朦胧的画面 小女孩甜甜地叫着哥哥 君万杰文言已经下定决心 而就在我念出最后一个数字时 他竟然低下了那高高在上的头颅 君万杰 愿意臣服公子 而我却面色不改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呢 下一秒掌心浮现一抹金色灵力 紧接着将灵力打入君万杰的脑中 君万杰的眼中顿时不满血丝 这是 奴役 奴役是烙印于神宫中的灵魂印记 被种下烙印者将永远无法反抗主人 当然这种烙印 只有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才能明可 你的选择让我意外 我本以为你是那种硬死不屈的人 心中却是在想多准备敬你是条汉子 然后放他一马 而君万杰此时也道出诗情 自己有个妹妹 年幼时被流放下劫 发誓一定要将她带回仙域 所以自己不能死 下劫 九天十地之间的壁垒可没那么容易打过 而我也是化身人生导师 既然你背负这么重要的事 干嘛还要来挑衅我 为了没必要的义气之争把自己搞成这样 对得起妹妹吗 有这时间不如拿去修炼 你隔这儿跟我降的时候 妹妹指不定就在吃苦受累 可没想到这一番话竟会让君万杰哽咽起来 一旁的君杖剑更是脑袋一片空白 竟然 哭了 还三岁便能受死龙族至尊 可如今却被一群民众随意猜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高高在上的神子曾经也只是一介凡人 原来就在刚刚 街道上已经被穿得沸沸扬扬 你们听说了吗 是君家内斗的事吧 那君家神子可真够狠啊 竟逼自己的族兄为奴 更是有人听说是君万杰先去挑衅的 可这大争之事如果不狠 怎能拼出一条地路 我要是君家神子 定会直接灭沙那敢敢挑衅我的肖小 而在神子府邸内 君灵龙听着外面的流言飞语阴沉着脸 干嘛 又不是我想闹大的 这不是为了帮君杖剑足胸出头吗 一旁的君杖剑无辜躺枪 这是我的锅 我并非指责您 只是 蓝青雅也好 君万杰也罢 您好像每次处理这种事情 都有些高举轻放了 而我一听来了兴趣 所以你是想让我杀了君万杰 君灵龙这才将心中担忧讲出 恕我直言 您处理蓝青雅和君万杰的态度 无疑再给别人传达这样的信息 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 即便招惹了他也没什么 至少不会死 如果运气够好 还能得到他的庇护和资源 此后故意来招惹您的人 只怕会越来越多 但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 那个黑皮小子不就干掉了 君灵龙刚想反驳却被我打断 算了 小灵子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少年 自幼无父无母 被算命的瞎子收养 一生穷困孤苦 到处都只有挨揍的粉 逍遥啊 你这又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别提了 有两个傻子下河游泳溺水 我把他们捞了上来 结果这俩白眼狼硬说 是我把他们推下去 害我被打了一顿 气死我了 算命瞎子问道 你很委屈 能不委屈吗 那俩白眼狼也就看我好欺负 才敢这么说 瞎子一边擦拭着伤口一边问道 你是觉得 只要你身份高贵 那两个孩子就不会说谎 而我觉得他们还是会说话 甚至还会想办法和我一比 那下次遇到这种事 你还会去救人吗 大概还是会吧 我不在乎那些白眼狼的死活 哪天他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被创死我会拍手叫好 只是 如果在我眼前还是没法不管 这么做能让我感到心安 瞎子一听露出微笑 那不就得了 顺从自己的内心行动就好 人们通常将这称之为逍遥 终有一日 你会因上天眷顾 站在世界巅峰 君灵龙听完询问道 你应该不会想说 那个少年就是你自己吧 而我只是笑笑没有多说 小灵子妖 蓝青亚军万劫之流 就算我把他们全杀了 挑衅我的傻子也不会变手 这是大争之事 天骄并起 诸王称霸 谁又会因你杀几个人而叛你服你 我留他们一命 不是因为我善良仁慈 而是因为这样做我很爽 非常爽 我名逍遥 若是什么小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 那还算什么逍遥 一旁的君杖剑再次化身小弥地 哇靠 神子也太帅了吧 而君灵龙也是终于明白 一切顺从您的心意 而远在一处的宝塔内 秘明子发绿眼的男子正眺望着远方 嘴里不断呢喃着君逍遥的名字 天至尊秘葬终于开启 这条危险之路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众所周知 玉三家有着荒天仙玉最具名望的三大荒谷世家 君家 坐拥十大序列代代人才辈出 江家 拥有先天道太原灵道体 以及无数顶级天才 叶家 剑魔转世叶孤臣 同辈无人出气左右 而在此时的南天城内 城楼内熙熙攘攘不一乐乎 你们听说君家神子的事吗 只能说不愧是玉三家之首了 不过说起玉三家 鸡兄 你们鸡家当年也曾位列玉三家之一吧 坐在主位的圣灵书院小圣人鸡悬孝道 过去的是罢了 谁人不知鸡家早已没落 鸡兄不必自前 你好歹也有小圣人的称号 更是圣灵书院的圣子 我看你也不比那些君家序列差 我记得鸡兄还击败过君家序列来着 不过是依托境界 险胜几招罢了 算不得什么 众人纷纷赞叹 鸡兄还是一如既往是个翩翩君子啊 无愧小圣人之称 而紫发男子表面客气谦卑 心中却是不禁骂骂咧咧 一帮蠢货 想窜夺我与君家争锋 当我傻了 况且 我被称为小圣人 和品行又没什么关系 君逍遥 能避则避吧 他不是我此行的目标 原天至尊的隐秘 以及那样东西 只要能得到 染成紫色 周围匿匿麻麻的黑色闪电 令人感谢 即使是太荒森林内的顶级妖兽 也畏惧三分 生存的本能使他能向其发出吼叫 而此时的密葬钱已经为满数人 道极天宗老道人 看着眼前景象难难道 原天至尊密葬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这黑气 感觉有些类似抑郁的黑暗物质 又些许类似 但还远无法同真正的黑暗物质像 而此时身后却传来嘲笑 你们君家若是怕了 大可当缩头乌龟 怎么 你这青皮尼丘 想不那头黑皮尼丘的后尘吗 青龙的长老被接到伤疤 立马开始找茬 却被一旁的江家长老打断 行了 现在不是二位争论的时候 如今的问题是 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然要继续下去 若是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 那以后的地路 这些天骄也就不用参加了 话落 更为强大的灵力从天而降 而在城中府底内 我看着远处的灵力波动 淡淡道 终于开始了呀 而就在此时 一道金色光芒冲天而起 下一秒幻化为一张巨大的金色灵镜 一旁的军杖剑解释道 是我们军家的古圣兵 观天镜 这面镜子可以映照天地 长老们会通过镜子观察 我们在密葬里的表现 而此时军家长老使出千里传音 诸位 此次元天至尊密葬开启 不朽道统封天所定 老一辈修饰不得入内 此次密葬凶险万分 实力弱者实相退去 还可留得幸运 现在密葬开启 而我也是蠢蠢欲动 出发 身后的众人纷纷响应 就让这荒天仙玉 见识见识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 还十岁便能守司龙族至尊 更是将三位序列耐入麾霞 可如今却被不知名的民众挑衅 更是扬言要将他的密葬夺走 原来就在刚刚 原天至尊密葬开启 众人瞬间化身残影穿过树林 每个人的脸上无不透露着贪婪的神色 争先恐后都想抢先进入密房 可就在这时 深厚的异想吸引了众人的注目 就见一艘巨大的海盗船 以及快的速度向前冲刺 被撞飞的众人纷纷口吐芬芳 什么情况 这是江家的灵州 众人看着硕大的海盗船心中着急不已 这样下去会被他们抢先的 这些可恶的大家族 说罢便纷纷单手掐绝 紧接着一只体型长约百米的白蛟龙缠绕在灵船上 众人眼见蛟龙缠绕在船上心中一喜 好 就这样把他们打下来 而此时我却突然出现在上方 下一秒 一发突如其来的金色灵力撞击在那蛟龙身上 只见我嘴角微挑出现在身前 而那刚形成的蛟龙也瞬间化为粉尘 这不是小姨吗 而眼前之人正是青州江家江圣一 他看着来人瞪大美眸有点惊讶 你是 逍遥 而我也微笑着看着他 需要帮忙吗 下一秒转头看去 小林子 开路 身后的君灵龙领命后化为一道残疑 瞬间从船上消失 下一秒刚刚拦路的人就惨了 呼吸之间已经有数人被打倒 我看着小林子的表现很是满意 君杖剑更是化身小谜定 而身后的江圣一看着眼前这一幕却不淡定 第十序列君杖剑 第七序列君雪黄 第五序列君万节 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镜都跟随在他身后 呵呵 看来我这外甥大事出城啊 而就在这时 眼方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打断这一幕 只见君灵龙被打得连连后退 数十米后才缓缓稳住 身形看起来有点狼狈 他捂着受伤的肩膀微微皱起醋眉 下一秒一只巨爪踏破山间来到眼前 一只形似狗熊的怪物赫然出现在眼前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魔气 船上的江圣一看着魔物大惊不好 是鬼面人熊 这东西皮糙肉厚 相当于一个神桥镜大后期的修饰 而且这家伙看上去有点不对劲 像是陷入了狂暴状态 而我听完却反而笑了 神桥镜大后期 有点意思 下一秒渐渐地调谈起来 悠悠 小林子 需要帮忙吗 我随时可以来救牛 君灵龙一听突然想揍人 承蒙神子好意 不必了 下一秒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魔物 而鬼面人熊也开始 嘶吼着声音向其挥动手臂 眼前的地面瞬间炸开 这一击天崩地裂无人可挡 神桥镜大后期恐怖如斯 可就在这时 君灵龙却毫发无损地突然出现在身后 右手叙事待发响起咔咔的声音 下一秒钢铁般的拳头只用一击便将鬼面人熊打倒 硕大的尸体撞击在身后的森林不知死 而这一女 全被在场的所有人看在眼里 竟然一击就打倒了鬼面人熊 那姑娘是谁 好像只是 君家神子的侍女 仅仅是一个侍女教 这就是玉三家之手的实力吗 而此时的鸡家公子也是展现实力 轻松便将眼前魔物打败 鸡家小圣人也不可想去 据说他右手融入了一截圣人王的手舞 我看盈盈有无敌之姿 但就在此时 一个人惊呼出声 等等 你们看那边 那个人到底是谁 你们认识吗 只见一位使用着蓝色灵力的少年 也是轻松一拳便将魔物打得连扎都不省 众人也是没一个人见过 怕是伞修中的黑马 此次元天至尊密葬开启 真不知里面的宝物 最终会花落谁家 而此时的我也是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目光 有货 有熟人来了呀